这个老师却不干老师该干的事 在其他老师还在想着 怎么让更多学生选修自己的课室 我却想着怎样才让学生们不选我课 于是我便在开学典礼上 提醒同学们 自己的课程会非常严厉 所以每点避数的千万别来选修我的课 本以为能以此下退不少学生 不料这竟激起了学生们的好胜心 仅有80个名额的课堂 上课当天竟全部坐满了学生 这不禁让我有些懊谎 自己为什么会选择伪装成教师这个身份 原来我是因为一场意外 被迫伪装成了这个魔法学院的新任客教师 而我原本是一名游走在各界的最强雇佣兵 不久前更是帮助邻国王女一派取得了内战的胜利 可正当我使用伪装前往下一个国家时 意外却发生了 我所处的车厢突然发生了暴乱 一名与我同车厢的魔法师 在对抗暴徒的过程中 被捆满炸药的暴徒炸下了万丈悬崖 而这名魔法师正是即将就任塞奥伦魔法学院的教师 我也被爆炸的冲击毁去了脸上的伪装 正当我为那名教师晚息时 一个安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可身经百战的我又怎么不知这些暴徒的把戏 明明有魔法护盾的列车 竟因外部因素遭到破坏 这就代表着有暴徒的内影 可就在我打算刨根问底时 机械声从不远地过到处传来 这帮暴徒竟自己人也不放目 而就在我打算施展魔法 一道旋风静底消了我的火焰 对方竟也有魔法师 列车的暴乱目前仅仅过了十分钟 帝国的援军也很难马上赶到 既然如此我也只能稍微活动一下精悟 在他们的疑惑之际 我早已跃到火车顶 而且在他们跟来的途中 我顺手安装了引擎炸弹 我的一系列举动顿时让他们惊恐不安 因为这些完全不是高尚的魔法师该使用的时候 比起魔法师我反而像个雇佣兵 当然我也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一走两只 因为这些人已经看到我的真面目 那我也只能全部见面 于是当他们还在找我的愣神之际 我早已在身后准备好了魔法 随着手中的魔法映射而出 过道上的几名暴徒瞬间被炸得很深邃 正当我以为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发现竟还有一个被我轰断手臂的暴徒艰难站了起来 问我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 突如其来的反问让我觉得有些很强 明明是他们先要对我下手 事到如今还敢来颠倒黑白 不过很快我便换了一种语气 一开始我确实是要想逃跑的 但是你们已经看到了我的真容 所以还是处理掉比较安心 可正当我打算杀人灭口时 一道兵刃从暴徒身体中间划开 一个白衣女人从中走出 原来女人正是帝国的骑士团副团长 他告诉我 骑士团已经抵达列车救援 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 不久后骑士团轻松解决了列车上的残余暴徒 还将我护送到了列车的下一站 就在他简单的自我介绍时 一名自称是这片区域警察厅的警官找到了我 他怀疑车上很有可能还有残余党 于是要求彻查列车上所有人的身份 而我听到这一要求是瞬间慌了 因为我一开始买票的身份是伪装成40岁的大叔面孔 但是现在的我怎么看也不像是四大叔的脸 如果接受调查 我的身份被识破 只是时间问题 运气不好的话 还有可能会被处以侥幸 而且外面现在全是警察和骑士 没有一点逃走的可能 再加上还有这个副团长 刚刚对待恶人时可是表现得极为无情 虽然他现在对我熬满面笑容 但当他发现我可疑的一瞬间 我就有可能人头落地 就在这时 警官接过手下递来的车厢资料 并读着我所在车厢的乘客信息 看完后询问着我40岁的男性去了哪里 我灵机一动 表示他被爆炸卷走 并恰巧掉到了悬崖下面 警官文言随即便用审视般的眼神死死叮咒 我见状不由的有些紧张 就在这时 副团长打破了这紧张的气 他告诉警官 我不可能是嫌疑人 因为在自己到来之前 我就已经和暴徒进行了战斗 如果我是内应的话 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警官文言顿时恍然大悟 正当我以为终于结束时 警官突然惊喊出了那名死去的教师名 原来是他们发现这人是来塞尔伦任职的教师 顿时他们纷纷朝我头来羡慕的目光 很显然 他们已经把我当成即将就任塞尔伦魔法学院的老师 而我也顺着他们的意思表明自己就是路德格切利息 不久后 警官为了致歉 还亲自将我送到了墓地 他们本还想再将我送到塞尔伦魔法学院 可被我委婉地拒绝了 因为再送的话难免不会发生意外 随即我便转身告别两人 在副团长的目光下 我逐渐消失在了人群中 随着我逐渐离开了他们的事情 我悬着的心在此时终于释放了下来 同时心里暗暗庆幸 托路德格先生的福 我才能得救 不过也幸好这个世界的摄像技术不发达 仅凭照片还是很难分辨我跟他的样貌上的故事 正当我想着接下来暂时先藏起来 换一个新的身份时 一道声音将我刚放下的心 再一次提了起来 路德格先生我果然没认错 刚才我看到您在跟骑士团的人聊天 我回头一看 发现是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年白发男 我叫沃尔夫 受雇于塞奥伦魔法学院 听闻您所在的列车被袭击的消息后 校长很是担心您的安稳 所以派我前来接应您 幸好您平安无事来请上车 我送您去塞奥伦魔法学院 真是一波接着一波 本以为就此渡过了难关 竟又被带到了悬崖之上 真是出大事了 没想到学校竟会亲自派人来接路德格 而且眼前的老人说是受雇于学校 更重要的是我连他靠近我的动静都没有察觉 所以他至少是骑士出身 如果我想用别角的借口摆脱他的话 说不定会对我有所怀疑 眼下也只能暂时先用路德格的身份行动 走一步看一步 反正知道内幕魔法师和我的替身也被证实死了 那么在这个国家我将是幽灵班的存在 不久后我们就来到了塞奥伦魔法学院 这里是比我预想中还要大的点 经过老人的带路 我顺利地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而眼前坐在椅子上的女人 正是塞奥伦的校长艾莉莎维罗 在短暂的一阵寒暄过后 这个校长突然笑着对我说 我是他们好不容易选拔出来的教师 要是我受伤的话 他们学院会很没面子 他居然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 而且他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 难道他和路德格见过面 或者已经发现了我的假身份 而就在我思考之时 他突然转变态度 一脸灿然地表示自己第一次见到我本人 还真是一表人才 紧接着 一阵客套话过后 校长向我递来一份笑气合同 我接过合同潦草的看了几眼 想着立即辞职离开这里 可当我突然看到薪资待遇 使我震惊当场 月薪三十枚帝国金币是什么股 换算大陆通用币的吗 这可是三千万金币 怎么样待遇还不错呢 面对校长的我 心中惊喜万分 这岂止还不错 简直是太棒了 超级棒 但我还是强行压下了心中的喜悦 给出了淡定的回忆 确实不错 但是这也意味着校方对教师的期待相当高 我要考虑的是 接下来如何在这天才辈出的塞奥伦魔法学院 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于是我这个冒牌货正式成为了任期两年的老师 目前距离开始还有三中 也就是说我有冲顿的准备时间 真没想到这个学员会这么气派 居然还给我安排了一栋别书 为了更好的伪装路德格 我先搜集了他的有关一切信息 他是奎奥坛小王国的没落贵族 在独生子的前提下双亲还都去世 而且与熟人来往的书信都是客套话 就可以判断关系都不密切 而这样的背景刚好适合隐藏 那接下来自己要准备的是 熟悉讲课内容和魔法学院的基本情报 时间飞快 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两周时间 悠哉地喝着咖啡整理着搜集的信息 身后却突然传来意外的声音 看到您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第一秩序 您为什么两周都没有联系我们 这绝对不是我的错觉 这个人的确是来找我的 或者说 这个人是来找路德格切利西 他们是一群桀骜不驯的贵族子弟 在其他老师极力巴结他们的时候 我却毫不犹豫地将其痛批 甚至还通知他们 我的课可以随时放弃 你我是个冒牌的魔法老师 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放弃我的课程 就在我任职后的第二周 独自正悠哉地享受清静时 却突然降临了意想不到的城市 第一秩序 看到您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从身后传来的声音 绝对不是错觉 这个人的目的就是自主 准确地说是来找身份的原主人 随即我装作镇定 这段时间我再确认一些事情 没想到此话一出 对方误以为我说的是列车袭击事件 缓缓低下头解释着那只是一场意外 而且对方还知暴君是叛军所谓 于是我继续配合着与对方对话 殊不知他的下一段话 竟让我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已经解决掉了 魔法学院所有的关键目标 还查出了组织内部的叛徒 并将他的四肢绞碎塞入各自的嘴里 还把身体扔给了野狗 真是大事不妙 不知情报的这帮组织 怎么手段如此残忍 同时手中的茶杯 不小心发出了轻微的摩擦 然而对方似乎相当害怕路德格 竟颤抖着全身不停的抱歉 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我始料不及 于是在几次试探后 可以明确判断 我的每一个生气的举动 会让他为之一尽 在一系列巧合之下 我也顺便了解了对方口中的组织信息 他们组织中已有不少人 成功潜入魔法学院 第一秩序到第三秩序 竟潜入了四十余人 而且还在魔法学院都占了脚跟 在确认没有更多的信息后 我转身正打算准备离开 没想到对方又突然提醒着 以后接头的地方让我去指定的地址 我闻言顿时就不乐意了 你让我过去 你是在对我呼来喝去吗 我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顿时将对方吓得瑟瑟发抖 还没等他开始狡辩 以后由我来决定接头时间和地点 并且只有与我同等级别 或更高级别以上的人来找我时 你才能主动和我接头 说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但内心却抑制不住迸发的情绪 这帮家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危险 不仅敢对魔法学院下手 而且对待叛徒也极其态人 回到家中我整理着锁碎的信息 路德格不仅是年轻的四级魔法师 还是塞奥伦的魔法教师 他的背景还如此 我早就应该怀疑他的身份 因为这一切都是提前设计好了 毕竟潜伏中不能使用原本的身份 克喵的在匆忙中做出的决定 还偏偏又踩到了地雷 但想到这里 我却越想越觉得无语 号称神秘组织的领导干嘛 竟然在列车暴乱中能丧命 正常来说那么厉害的人 在那种情况下应该活下来才能 不管如何现在该想想 如何在两大势力中 隐藏好自己的伪装身份 如果是学院这边的话 还比较轻松 但神秘组织这边 根据刚才遇到的家伙所说 组织内部由零秩序 第一秩序 第二秩序和第三秩序组成 虽然没有任何关于零秩序的线索 但也知道了我并不是唯一的第一秩序 要是其他的第一秩序都彼此见过面的话 我伪装的身份很快就会被揭穿 所以目前最理想的剧本是 在两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适当地放一些情报出去 利用赛奥伦强大的实力消灭这些家伙 本以为是轻松的两年任教 谁曾想尽陷入了更大的漩涡 很快时间到了开学典礼 因为是帝国中最好的魔法学院 所以其中也有不少桀骜不驯的家族子嗣 然而当他们在议论我这位新人教师时 我也已经准备好了初次的下满威 当兴见到各位 我是心上人的教师路德格 今天只有一个通知 我教的这门课虽然是显现派 但我不会只教书面知识 我会超越理论致力于实战应用 另外我的课不仅二年级同学 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申请 当然我说到这里是 顿时有不满的学生提出质疑 让他们跟下一年级一同上课始终无法理解 但我却没打算一一解释 最后再一次警告他们 如果有哪个家伙想在我这里会学 到时候我就会让那些人 抱有安心的心态而感到后悟 当然这些也是我的故意为之 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报名的学生 而且升到二年级的学生 要和学弟们一同听课肯定会感到伤自责 至此开学典礼在没有任何的提问下顺利结束 虽然我提前准备好了各种琐碎的问题 可这帮学生被我吓得竟没有一个人敢提问 而当我独自思考时 一个亲切的声音叫住了我 您是新上任的路德格老师 请问您吃饭了吗 他是帝国顶级魔法学院的最高掌权者 此刻却笑容满面地向我殷勤献美 甚至表示要把帝国的公主安排在我的麾下 只因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 通过21世纪的科学技术 实现了让他们无法想象的魔法突破 更是将一众桀骜不驯的贵族子弟 沉浮于高贵的智慧之下 当我刚走出教室大门 就被美貌的老师拦住去了 原来是要求我参加新学期的教室聚会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贵族区分竟是从老师开始恶化 其中的代表就是戴眼镜的克里斯莫尔 不用他板脸 我看他也相当晦气 但不管如何 这些人能在人才积极的魔法学院当上老师 在自己的教学领域也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当中很有可能存在其他第一秩序 很快时间来到开学的第一天 我本想尽可能的减少学生们选修我的课程 这样我今后的行动也会轻松不少 可没想到反而激起了学生们的好胜心 上课当天竟全部坐满了学生 我开学典礼的严格 反而成就了逆效果 既然如此 我也只好尽可能的教导这些天才 而接下来我告诉同学们 我打算教他们四大特化的全部知识 它是由释放 元素 面动 强化所构成 之前任教的老师 讲解两种特化都很费劲 而一个新上任的教师上来就要教全部特化 这一点不禁让这些学生产生了质疑 但还没等学生们讨论 我接着表示 可以教他们比平时快三倍的数式显现方式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了在座所有同学的骚动 纷纷讨论着不可能 就在这时 一个名为弗罗拉的女生对我发出了质疑 表示我所说的缩短显现速度方式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缩短显现速度的方法只有一种 那就是反复练习提高熟练度 到目前为止从未出现过任何天才可以做的 文言我沉默片刻 紧接着给出了反问的回忆 如果不是无法改良 而是没有人愿意去改良吗 此话一出顿时全场寄计 我接着告诉他们 由于魔法领域过于重视传统 以至于长期停滞不前 在这个科技逐渐威胁到魔法的时代 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改良魔法 既然如此 那我来当守卫改良者 见他还是不相信 于是我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 施展摇曳的火花 弗罗拉不懈地表示 自己可以比平常人更快完成 这丫头还真是自信满满 那还请你来讲台上亲自展示一下 随着这弗罗拉显现火花 直到完成术试 在一旁计时的我 见他只用了4.78秒就完成显现 这个速度确实很难相信 仅仅是二年级学生就能达到的成绩 而且过程也非常完美 面对我的认可 弗罗拉表示这只是小菜一碟 可下一秒我却开口头 但还是太慢 我的这一句话直接让他愣在当场 随即我一脸不屑地表示 你们所谓的三级魔法师 最快记录的4.41秒 在我看来也是很垃圾水平 此话一出再次震惊全场 紧接着我缓缓 抬起手中的魔法棒表示 看好 这才是真正的速度 随着我抬手的瞬间 饶曳的火花当场显现完成 眼前的一幕让众多学生目瞪口呆 弗罗拉也被震惊地呆愣在原地 我为了防止有些同学没能看清 于是我又展示了一遍 随着我在一次瞬间显现完成 在场同学的眼神终于发生了变化 我刚刚展示的速度是0.24秒 紧接着我为他们讲解了其原理 但这些原理也许只有前世 身为工程师的我才能理解 这就是一种输入参数 就会立即输出指定成果的设计 而最终的命令我称它为原代码 这是他们从未听过的单词 就在弗罗拉愣神之际 我开始对他狭隘的思想进行批评 以公然挑战教师权威为由 扣除了他十个学位 这顿时引起全部学生的小生敌 而他也知道自己里面 只能忍气吞声 可他尚未回到座位 我突然开口又给他奖励了十分 原因是他刚才展示的术士是非常完美 并表示自己不讨厌有实力的学生 弗罗拉文言偷偷地攥紧全包 艰难地对我说了句谢谢 在场的同学听到我的加分号 都帮弗罗拉松了一口气 随着得到学生们的认可 我的课程也正式开始 顺便还提醒着在座的同学 我会挑选出几名学习能力强的学生 手把手教他们原代码 此话一出 顿时引得同学们激动乱奔 上完课后我安安自喜地走在楼道里 最后大家的反应比我预想得要好 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大概是19世纪时期 即使考虑到魔法的力量 但与科技发达的21世纪相比还是有很多步 所以自己试着把原代码用魔法和科学结合 没想到反响会这么热力 当然我也不能只依赖于原代码 如果不想被人发现我的真面目 就得准备更多的东西 不久后我找到了自己专属的教务室 没想到打开门的一瞬间 就看到了校长出现在我的教务室内 在片刻的交谈下来得知 他并不是只找了我的队人 还去了其他教室的教务室 可关键的是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人 而且每次跟这个女人对视 都有种浑身不舒服的感觉 难道他察觉到了什么吗 不管神秘组织有多厉害 像校长这样的大人物 应该能察觉到魔法学院内部的可疑动性 如果说是怀疑我的话 说实在我还真的太冤枉了 我虽然是神秘组织的干部 但我并不属于神秘组织 因为在今年新生里有几个相对比较出众的学生 说着便把学生名单递调我 还提醒着帝国公主也在其中 虽说不需要特殊待遇 但又特意交代不能让她有所出事 要不然学院会很违女 紧接着她露出一脸任何的表情 我对路德格老师有很高的期待 说完便起身离开了房间 然而刚刚还是笑脸隐隐着她 走出房间的瞬间立马露出阴森的目光 校长您觉得路德格可靠吗 她是帝国顶级学院的最高掌权者 同时是拥有魅惑魔眼的可怕存在 而此等存在竟只是为了试探我 她还刻意与我申请对视两次 只因她怀疑到我是通过列车事件的障眼法伪装的老师 幸运的是我并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当确认院长走出房间后 我突然无力的摊坐在沙发上 这哪是什么个人面谈 明明是来旁敲侧击的审问我 好在自己安全的躲过一劫 我先看看她留下学生名单 无料映入眼帘的竟是课堂上的佛罗拉 没想到她竟是陆墨司公绝佳的人 刚才课堂上被我一顿数落 她不会因为这件事就利用家族向我施压吧 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种不好的念头 毕竟刚才为了表示和解 我还奖励了她十个机分 随即我继续查看起学生名单信息 就在这时一个特异派的学生吸引了我的注意 不知为何总感觉这家伙有点眼熟 可想了片刻却还是没能想起 最终只能打消念头 首先要重视的是校长对我的怀疑 按照掌握的信息 我要是真的加入神秘组织会不会更加安全一些 毕竟当时的家伙称我为第一秩序 他也肯定见过真正的路德格长相 可他却自然的接受外貌上变化的我 如果真正的路德格擅长伪装和潜入 我的假冒伪装也会轻松过关 但很快我打消了危险的想法 因为这个组织的形式作风相当很烂 就算我能做出巨大贡献 也无法保证饶我的命 到头来现在只能努力的做好一名教师 而这是一个敲门声响起 是学院里的工作人员 送来了一张巡逻直搬点 我这才想起来合同上 好像确实写有类似的条款 而今天已经轮到了我的夜间巡逻 很快时间来到晚上 校园内某处魔法练习场 正发着一场争执 一名贵族学生仗着自己的身份 驱赶着一个平民学生离开此处 并表示平民没资格与他们在此处练习 塞奥伦魔法学院是不以贵族划分等级 但这些规矩在这些人认为 只是给平民的一种安慰 最终平民女生不打算理会她 不料却引来了贵族的愤怒 剑碑的平民竟敢无视自己 随即发动魔法打算给她一种教训 正当魔法即将打中平民女生时 正在巡逻的我及时阻止了这场闹剧 当他们发现我的到来 雾免有些心虚 紧接着我用炫酷的魔法从空中慢慢下落 如果你们只是单纯的打架 本想着给你们一个警告就算了 但刚刚的情况怎么看都是单方面的攻击 此话一出瞬间让贵族学生慌望 表示自己只是维护贵族应有的权威 而我却一脸严肃地告诉她 在塞奥伦所有学生都是平等 无论你是何等血统那都不重要 所以这件事就不能这么算 立刻跟我去教务处 不料我刚转身 贵族学生竟出言不逊地说 我只不过是个没落贵族而已 这顿时引得在场所有学生为之一几 真是个没有教养的小丫头 我阴沉着脸回头看向她 你刚刚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随着我走到她面前 贵族学生被我严肃地气场吓得瑟瑟发抖 而这边塞琳娜老师听闻这里发生的情况 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但当看到我已经伸出的手时 她再想出声制止也已经晚了 可没想到 我只是将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 并表示她说得对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惊呆全场 我确实是没落的贵族 但我同时是塞奥伦的教师 所以你说的话是在挑战教师的权威 虽然贵族学生很想反驳 但事实确实如此 不过念你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学生 所以对于你的誓言 我只给予口头警告 当然对同学的错误 还是需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随即我转头看向平民女生 直接叫出她的名字 并关心着有没有受伤 在确定没有人受伤后 我将后面的事情拜托给塞琳娜老师出入 而我得是急匆匆地离开了此处 殊不知我刚刚的暖心举动 竟让平民学生出开了懵懂的少女心 而与此同时的我 却在无人的角落里痛苦地挣扎 随即我迅速地从身上达出一瓶酿 片刻过后终于感觉有所好转 同时想到刚刚还好跑不快 不然差点就出阳相 原来在我踏入训练场的时候 身体就已经给出了信号 只不过当时还能撑得住 但途中状态却突然恶火 本想快点离开训练场 不料那个丫头突然大声说我 搞得自己都没办法假装听不见 不过刚才我的表现还算可能 可看着手中即将垫底的药品 再撑不了几天很有可能有威胁 所以我需要尽快联系那个家伙 第二天食堂 与我一同吃饭的赛琳娜老师突然提到 最近学院内一直出现狼人的消息 我听后给出了这有点像巫师怪谈的评价 但没想到赛琳娜老师尽一脸认真的表示 学院里有人见过那个黑影 毕竟学院内曾出现过凭见魔力 而出现的奇怪现象 更是有著名的赛奥伦七大怪谈 我听到这最后的怪谈有些好奇 还有这种传闻吗 是啊 您难道不知道吗 看来赛琳娜老师对怪谈颇有了解 面对我的称赛赛琳娜老师顿时意见 下一秒她急忙扑登着小手几事 自己才没有特意去关注怪谈话题什么 见状我有些汗言 我这明明是称赞了 就在这时一旁的梅里达老师突然出声 话说回来听说您第一节课就惊艳了全场 能够提高魔法显现速度的开创性魔法 那个魔法叫什么来着 这时一旁的赛琳娜老师突然抢答了 是原代码 此话一出 瞬间引得整个食堂里的目光纷纷向我看起 塞琳娜也对刚刚的势力羞红了脸 但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 两位老师突然回过神来 并好奇地询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与此同时假装默不关心的其他老师 再次把目光投向我 我察觉到周围的目光有些疑惑 因为我还并不知道自己做出的这件事已经传开 但经过梅里达老师的解释我才得知 大家对我的魔法很感兴趣 可我却并不太在意这些 两人见我要在这里公开不免有些惊讶 还提醒着我 这种开创性魔法完全可以去魔塔申请专利 但我觉得专利这种东西还是不要随便申请 因为如果背后没有靠山 就很容易被别人抢走或遭到压榨 当然要是魔塔的人主动找我就另当别论 而且不少老师都对我怒目而视 其中最为明显的那个人 好像叫做克里斯贝莫尔 我被迫成为了一名冒牌的魔法教师 很想着低调行事 避免被人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没想到却意外成为了全校的焦点 只是简单的吃个饭 都能感觉到有几百只眼睛盯着自己 更有的恨不得想用眼神把我干掉 吃完晚饭时间也很快来到了深意 此时的我正在学院履行着巡逻职责 突然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我的身后 紧接着对我发动偷袭 可我就像早已预料一般 帅气的闪身就躲过了这次攻击 随即一个横扫将偷袭者踹飞 带烟尘缓缓散去 我说你怎么这么慢呢 就是为了开这种玩笑 所以一直在等待时机吗 不料对方咧着嘴巴扑呲地笑道 我们都好久没见了 你就不能装出一副受惊吓的样子 不过算了 好久不见 大哥 我文言也笑着回答 话说回来你怎么又变成这副模样 汉斯文言瞬间无语抱怨 谁能想到被大妈抱在怀里的小狗 竟突然扑过来咬自己一口 真是一个自带搞笑属性的家伙 而此人正是我等待的汉斯 他是一个有着特别体质的人类 只要被动物咬了一口 该动物的基因就会在他的身上显现出来 只有注射专门的中和剂 才能快速变回人类 不然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自然恢复成人 搞笑的场景让我回想起第一次遇见他 当时我受委托讨伐神秘生物 不料却遇见一只巨型的骑娃娃犬 幸好他及时解释 要不然早就被我干掉 简单的寒暄过后 汉斯问起了心中的好奇 之前约好的在都城见面 现在却当上了赛奥伦的教师 而且又有了新的身份 随后我跟汉斯讲解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不出我所料的果然被他嘲笑 更让他耻笑的是身份的原主人 竟又是神秘组织成员 回归正题 我首先询问他有没有关于这个组织的情报 随着他的一阵思索 道上最近确实有一个以秩序称呼的组织 他们的组织名字叫黑色黎明困 在得知我想要的情报后 我问起汉斯我要的东西是否带来 他文言朝我递过来一个手提包 在确认他没有打开我的包后 我也是放心了下来 但却让汉斯感觉到有些无语 因为我们俩目前都是离不开药物的情况 先不说这个 这小子明明两天前已经到了学校 却在信中写着让我等他 汉斯文言很是疑惑我的书上 但前天晚上出现过狼人的消息早已传开 可汉斯却一脸无辜 因为自己明明是今天才到 察觉到一场我们顿时陷入沉默 而就像印证我的开想 一个狼嚎声突然响起 居然那个传闻的是真的 真正的狼人再一次出现 随即我们顺着声音的方向 在一处屋顶上发现了一个狼人 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 狼人脖子上好像戴着一个项链 这瞬间让我想到了什么 于是我打算亲自去确认一下 汉斯听闻我的想法后有些叹气 同时也开想到我想要去抓狼人 随即我打开了手提包 冲里面拿出一把手枪 汉斯见我掏出手枪是有些吃惊 因为他好久没有见到我如此认真 不久后我谨慎地靠近着狼人 可正在寻找猎物的狼人 却立马发现了我 紧接着猛的一跃 下一秒就跳到了我的面前 这也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脖子上的锁扣 如果想解开我的疑惑 就得先抓起来严刑逼蹦才行 随即狼人猛地朝我发起攻势 但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被我轻松躲开 最终我被逼到了没有办法再退的墙壁上时 他也找准时机打算给我致命一击 可我非但没慌 反而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随着我的魔法发动 一股无形的声波瞬间将狼人震得仰天惨叫 最终应声倒地 躺在地上痛苦地捂着耳朵大叫起来 躲在一旁的汉斯却一脸猛逼 还以为这家伙吃坏了什么东西 原来我刚刚使用的是 普通人听不到的超声波 因为对付他 根本不需要用到昂贵的银质子弹 可就在我打算好好审问他时 几道巡警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正当我想着他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上一秒还奄奄一息的狼人 瞬间从我眼前逃走 我见状立即追了上去 因为我绝不可能让他逃走 我被迫伪装成了一个死人的身份 还应聘了本该属于他的教师资格 更是继承了他的神秘组织身份 原本可以放弃一切远走包飞动 只因教师给的待遇实在是过于诱惑 而为了成为称职的教师 夜间巡逻甚至还碰见坐摇狼人 而我即将俘虏狼人之际 却被警笛伸给了狼人逃跑的机会 但狼人身上有我需要的秘密 因此我绝不会放他离开 此时的我紧跟在狼人身后 他似乎也感觉得到自己即将被追上 于是突然停下脚步打算疏死一搏 我见状也动起了杀星 从怀中拿出了一枚飞镖 紧接着狼人也发动攻击 可迎面射出的飞镖 竟被他一个闪身轻松躲过 随即我也不想再多浪费时间 瞬间发动魔法 朝他打去 与此同时我轻轻打开手中拐杖上的机关 只见我一个快步上前 狼人剑撞顿时一惊 连忙后退几步 而我直接射出早已预判的飞镖 阻止了他的后退 待他停下躲避飞镖时 我却早已来到了他的头顶之上 随着我的猛击之下 拐杖瞬间被狼人一口咬住 但是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我一个转身将藏在拐杖中的长剑拔出 在狼人震惊的瞳孔中 随着一道灰剑的声音响起 狼人的头颅瞬间被我斩落 而这边终于摆脱警察追击的汉斯 想着去追狼人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可就在这时一个掉落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当汉斯发现是个狼人头时顿时被吓得不轻 随后我也紧跟着跳了下来 没想到再一次把汉斯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回过神来的他问我 你该不会是打算把他丢在这里吧 没错 我已经取样完毕 狼人已经没有用了 随即汉斯嘴角抽动着问我 那你干嘛把狼人带过来 那当然是为了下你 回归正题 经我的确认这不是神秘生物 而是人工制作出来的实验体 所以我们的计划需要稍微提前了 汉斯文言顿时一惊 说的计划难道是组件试炼 随即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在塞奥伦不仅有身份不明的神秘组织 还有丧心病狂的实验家 而且这么大的城市甚至还会有其他道什么功 但我还是斩钉打断 要求汉斯继续搜集重要情报 因为短期内离不开魔法学院路 下定决心待在这个魔幻般的城市 但由于我现在已经被人盯上 所以只能让汉斯先去搜集情报 然后后面的事情由我解决 汉斯文言点了点头 表示搜集情报可是他的强项 很快狼人死在街头的消息被登上了报纸 但当我看到报纸上写着的日期是顿时意见 因为我记得自己是星期六解决掉的狼人 而报纸上却写的是星期日 这也让我联想到 狼人竟然不止一只 而这是一旁的魔法球发出信息 这是院长召集教师时才会使用的通讯社会 很快当我来到会议室时 众人在相互议论着近期的报道 通过赛琳娜老师的消息 有两名学生竟遭遇了袭击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但伤得却很严重 伤口就像是被野兽抓破的一样 而苏醒的学生也确认 是可怕野兽攻击了他们 这时校长也缓缓地来到会议室 不出所料此次召集众人的原因 就是为了近期在学院出现的狼人相关 就在院长认为元凶是神秘生物时 在座的渔国老师却硬生打断 这不可能校长 这里可是塞奥伦魔法学院 受帝国庇护的地方怎么可能出现狼人 自己听说两名受害人是贵族出身 因此他判断这起事件是塞奥伦的学生所为 而且是平民学生 我还以为这件事会对黑色黎明会不利 却在需要齐心协力的时候 居然搞派系斗争 看来我还是高步了学院 而这是一只蜘蛛突然落在我的肩膀上 我随手就将它捏住 却不料蜘蛛竟变成了一张带有字迹的纸 原来这是黎明会的传讯手段 三只实验体从他们手中跑过 如果无法活捉就斩草除根 真是让人发麻 这个身份竟然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话说回来 这次事件居然跟黎明会相关 而通过这些信息不难判断 实验体的逃脱是他们的意料之外 虽然那些家伙受打击是件好事 可如果置之不已 我的真实身份可能就会揭穿 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坐以待 我得在学院发现之前铲除那些狼人 而在我思考的时候 会议的内容也有初步解决方案 因为雨果带领的是学院中贵族的派系 院长也没有强势对其打压 将巡逻的工作重点让雨果去安排 并且让他警告学生们晚上不要随意出门 若是胆胆有人不配合 不管那个学生是不是贵族 都会受到严厉处罚 但明明是帝国最顶尖的雇佣兵 此刻却被迫伪装成了魔法老师 而且面对凶狠无比的狼人 也只能通过魔法来堪堪欲敌 只因此刻的一切举动 都被两个丫头看在眼里 导致他无法施展最强杀手锦 而刚刚在会议期间收到密信的我 离开会议室后 独自前往原烟稀少之处 随即走到一定路线 突然停下脚步 不要躲了出来吧 会议室给我提供纸条的家伙 肯定会跟在我的身后 而这家伙分明是最初接近我的那个人 没想到会议学生身份进入塞奥门 随后我们来到咖啡店 原来他叫塞迪纳罗森 是以平民学生身份进入的学院 而最近发生的狼人事件 就是黑色黎明慧下属组织惹出来的 黑魔法师和沙姆苏斯学派 正在进行神秘实验 其中的沙姆苏斯学派 就是个因进行非伦理性试验 而被赶出协会的科学家组织 就是这帮人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逃脱的实验点 偏偏通过下水管道 进入了塞奥伦学院 这些原本不需要他们插手 但号称的另一个第一秩序 维克多竟然借用了我的名称 对于借用名称伪装身份的 我当然不知道 但也不得不出面解决这个难题 反倒是眼前的罗森这丫头 明明精明能干却只是第三秩序 而她的举止让我不禁怀疑 是否是被大家所孤立 也许是因为这丫头的贵族出身 毕竟这种反社会组织 通常都不喜欢贵族 我刚刚才发现塞奥伦内部出现的裂痕 没想到现在又了解到 黑色黎明慧也出现了裂痕 或许我利用好这个丫头的话 能收获更多的协会信息 然而刚离开咖啡厅的我 却又被另外一个人拦住了去了 今天怎么找我的人这么多 是代表贵族学派的肥宅鱼 而竟然直接两档要求我 以复兴我的家族为条件 让我帮贵族学生更多方便 在他看来我这个没落的贵族 应该会舔着跟他套进关系 而我却不吃他的这一套 在塞奥伦学院里 没有平民贵族王族之分 所以你这个肥宅就别再来打扰老 如果我跟这些人联手 只会加速暴露我的假冒身份 而且我也不想无缘无故惹人家笑着 随即当天夜晚我独自巡逻时 好从一丝骚动引起了我的注目 一看就是违背指令偷偷跑出来 你们每个人扣出五个学分 这已经是巡逻时发现的第二十个 虽然抓到狼人能拿到奖金 但没想到会吸引到这么多学生 若是再这样下去 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在这些孩子出事之前 我必须尽快处理这批狼人 塞奥伦附近污水处理场 当时罗森说狼人是通过下水道潜入的学院 而能容纳狼人体积的下水道 只有这 我真没走多久就看到了狼的脚印 而且是一大一小的两个家伙 跟着脚印走了一段路程发现 大的前往了学院方向 很有可能是为了狩猎食材 而就在想着这只狼人会袭击学生时 我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惨叫声 随即迅速朝着惨叫方向跑去 但这样下去肯定来不及 于是我迅速取出腰间法杖 紧接着释放远程火焰魔法 强烈的火焰瞬间吞噬狼人 随即惨叫着在地上不停打滚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也姗姗来到他们身前 李奈 艾伦 迪尔 你们两个都扣出五个学分 就在这两个丫头把我当作英雄救母之时 我的兵冷回答顿时让他们愣在原地 然而就在我训斥时 浑身灼伤的狼人看准时机瞬间逃离 在两名学生的注视下我也紧跟随后 然而我的身法在他们看来 不像是柔弱法师 反而更像训练有素的士兵 此刻的狼人眼见自己无法逃脱 转身猛地朝我发起攻势 但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被我轻松躲开 在这间隙我再次施展魔法 直接命中狼人要害 狼人瞬间被我打落屋顶 而我也不打算给他喘息机会 再次凝聚法力将他弹出树眼 在学生面前我也不得不使用魔法战斗 而持续的魔法输出也让我的体力渐渐渐定 可我打算将他赶紧收拾 前往处理剩下的另一只石 原本奄奄一息的狼人居然还有力气 甚至拿起石头砸向鱼管 紧接着在我抵挡之际再次溜织大气 这只狼人居然会使用道具 而狼人的前身是柴狼 因此狼人不可能拥有人类智能 这不禁让我怀疑起 他们是否是真的狼人 红翼时间的另外一处 三名不知轻重的学生 在深夜正在寻找着狼人的踪迹 而就在他们的误打误撞中 碰巧听到了轻微的狼吼 随即顺着声音靠近了他们 居然发现了一只尚未成年的幼狼 而且这只狼人宝宝像是受伤 无法正常动弹 甚至为了隐秘行动身上还盖着弱脸 这明显不是拖着受伤身体的幼狼 自己能够办到的事情 这就说明还有另外一只狼人 在帮他掩盖气息 我以隐藏身份挑战整个协会 当他们各自掏出看家本领 甚至动用超强加特灵 我却以魔法师盾牌一一轻松化解 不仅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更是逼出了隐藏的终极buff 而就在不久之前 一只残暴的狼人 露出凶狠的獠牙世人的煞气 当狼人袭击学员的同时 感受到危险的他们惊险地躲过一击 这时察觉到异常的眼镜男 挡在红发女身前 用自信的目光凝视着怪物 竟对着狼人企图对话 只因在他认为狼人的暴躁行为 有可能是害怕他们伤害幼狼 没事的 我们不会做出伤害你们的事情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只狼人就如听懂话语一般 竟然停止了暴躁的情绪 随即他取出一瓶药剂表示 如果狼宝宝身体不适 可以服下他 可是就在狼人放下戒心伸手取物时 一道黄光瞬间穿透他的胸口 紧接着幻化出黄色锁链 将他牢牢控制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紧跟其后的我深知这只狼人的威胁 于是果断出手先将他制服 虽然眼镜男极力抗议我的贸然出手 但我不希望这些孩子卷入此次事件 因此表露出冷漠神态 直接将挡在身前的学员推到一边 再次对狼人施展魔法 瞬间将他们烟飞挥灭 对于你们今天越轨行为 明天我会追究你们责任 现在就先回宿舍 第二天的审问室 坐立不安的三个学员 正焦急地等待着老师的追子 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开门进入的竟然是魔法学院的校长 在他们认为校长都亲自前来 说明这件事绝对不会以简单惩戒结束 而我的这一举动 不仅仅是为了简单惩戒 同时也希望这些孩子们知道 自己昨晚的行为有多危险 如果稍有闪失他们中的某个 随时有可能当场努力 眼看着我如此严厉地批评学员 一旁的校长也恰当地切入 缓和了紧张的记录 你们的行为的确危险 所以我决定先扣除美人识学分 但看待你们在危机时刻表现出的同理 所以决定再给你们各家二识学分 这一言论顿时让他们喜出望外 而这也是我特意带来校长的原因 如果我当面放任不轨 有可能会失去我在学生面前的威严 虽然院长也询问过 这些狼人是否有奇特之处 但我也没有发现唯有搪塞过去 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当我在消灭狼人之时 我看到的躯体 明明是还没有变异的人类 那些家伙并不是利用狼类制造狼人 而是活捉人类将他们变异成了狼人 我并不后悔当时的选择 如果不除掉他们 因为陷入危险的就会数 而且他们也确实害了 所以这也是最好的结局 但幼崽的表情和他们身上标牌 始终徘徊在我的脑头 当我拜托汉斯查询情报后 他也很快传来了相关信息 首先是最近离奇失踪的人 和特定人群聚集的区域 而近期在废弃的工厂里 就有很多身体强壮的人 在忙前忙后 还有是失踪人中刚好有一家三口 而且在他的调查中 一家三口同时失踪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 时间很快来到深夜 在人烟罕见的废墟工厂 两名大汉正无聊的交谈 看他们的表情 也是很不情愿待在此处 而让他们被迫看管这里的原因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 跑掉的几只狼人 原来这些伤心病狂的家伙们 竟在孩子身上实验要紧 而早已变成狼人的父母 居然认出了自己的孩子 随即在拼命的挣扎中 制造混乱趁机逃脱 而这些人甚至怨恨 当时孩子太过吵闹 悔恨当初没能当场击杀 而就在他们侃侃谈论时 从洞口处传来清澈的声音 察觉异常的他们刚想警觉 却被突如其来的两道寒光 瞬间与命在当场 而全副武装气势汹汹的人就是我 竟然让我找到了这里 我岂能让他们活着离开 早在来之前 就通过汉斯了解到了具体情况 此处敌人约有40个左右 而且他们正准备撤入 如果再晚几天就可能白跑一趟 战斗力方面 除了每人都佩戴一把枪之外 还有身穿强化铠甲的三个战士 和两个黑暗魔法式 而之前被实验的一家人中 那个小孩还是个刚刚上学的小屁孩 这些毫无人性的畜生 我的到来将是他们人生的地狱 而此时我的一举一号 早已被敌方观察得一清二楚 行军的路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吃小嫡妻的大汉们纷纷拿起武器 然而都被我换化的魔法盾牌轻松化解 眼看普通枪械无法作效 一个身披铠甲的战士竟拿出超级加特力 紧接着凝聚出的强烈电波 瞬间向我袭来 而他们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 只因我单手换化的晶元素膜 就是这些高压电流的致命克星 我直接将电流元素反弹 瞬间将对方击成灰尘 目前弹掉的人数大约20来个 紧接着碰的一掐 怪不得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 原来是通过这些虫子在观察 而专门用虫子的幕后高手 有可能是道上小有名气的虫子身影 看来这些家伙正在准备迎接我 那就先处理掉这些虫子 随即用脚趾轻轻踩踏 陡然间蹦射出的音波 将周边的虫子瞬间轻扫了空 与此同时 察觉到瞬间断开所有信号的防范来 来袭之人是能够使用 组合元素的高级魔法式 其中的疯元素还是小虫子的克星 于是提醒体格强壮的光头 按照敌人的路线 那家伙肯定会通过正门前入 而就在只是需要好好招待之时 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当他们正准备启动备用电源 可身旁的光头身子一降 光溜溜的头颅瞬间滚落 紧紧的片刻攻复 敌人竟已经潜入 他也瞬间召唤壁中蜈 可他的备战尚未结束 身后却传来致命杀气 好在对方是魔法师 近身作战反而对自己更有利 然而他的攻击还未展开 对方竟瞬间施展摇曳火花 仅仅的一个照片 自己就被对方轻松击败 他至死都无法相信 还能有如此快速施展的魔法师 眼看隐隐为傲 虫子兄弟都被击杀 地旁的大汉们纷纷惊恐不安 可就在这时 强烈的破空声突兀的袭来 这竟是一只虫腿 原来是刚刚被我瞬间击杀 早已死后的右臂放话的虫腿 随即嘎子嘎子声响过后 他竟好端端的再次站直 而更诡异的是 手掌竟出现嘴巴 随即全身开始蠕动 紧接着蹦射出强烈光芒后 他的真身也慢慢展现在身前 头颅都被我斩断 竟还能活蹦乱跳 这竟是全身虫化的超级螳螂 我的真正实力终于被首次曝光 就在刚刚我为了惩戒这帮恶毒 独自前往敌方老巢 而我本以为可以轻松拧压 却没想到除了超强加特灵外 甚至还有完全虫化的巨型怪兽 当我以为已经解决了虫子兄弟时 被我砍断头颅的家伙 静硬生生的站了起来 而且还幻化出圣人的虫源 甚至在挨到枪子的情况下能毫发无损 气势汹汹紧随其后的猛烈反击 同时我果断施展三阶魔法 而近在咫尺的攻击 如此庞大的躯体居然还能躲开 随即在我愣神之际 及时攻来的两只前掌 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能再次施展魔法攻击 可这次虽然明明命中 但被我击中的部位也毫发无伤 狂妄的家伙还扬言 如果想给自己带来伤害 就必须使用四阶以上魔法 现在的情况是 手枪和三阶魔法对他都不管用 而且他也不会给我施展四阶魔法的机会 我其实不想用这招的 但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随即我的掌心处瞬间凝聚处强烈能量 与此同时 身在外围的汉斯正瑟瑟发抖的交际斗外 但在他认为我解决那几名魔法师应该问题不大 而这时废弃仓库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瞬间将整个厂区化为火海 不久后我缓缓来到汉斯身前 随即我告诉他 包括实验体在内全部处理干净 因为那些人已经无法变回人类 这是让他们解脱的最好选择 而我递给汉斯的就是变异狼人的要紧 也不需要他再帮我查询情报 因为我已经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了 画面一转 帝国某处顶级豪宅内 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凶狠地训斥着下属 而让他如此暴躁的原因 就是投资大量金钱创立的实验室 尽在一夜之间变为平地 不过好在那些实验体也一同处 并没有给他带来后患 而且实验成果也即将出炉 如果自己能拿到成果 就可以让脆弱的身体再次回到全盛时期 可就在自己暗暗自喜地回到房间时 一道声音打断他的思路 贝尔波特里克森没有给他过多反应机会 瞬间闪身将他制服 惊恐不安的他潜意识地呼喊保安 但此处早已被我设下隔音 随即我质问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是否有觉悟时 早已丧心病狂的他 却认为自己给予了平民做出贡献的机会 既然如此我也没必要亲自动手 于是我将带来的药剂 直接刺入他的伯格 因为他的回答太过充分 以至于我都生不起气 在我翻看实验记录中 只需少量药物就能使人变成狼人 然而我却突然产生了疑问 如果将一整瓶药注入到体内汇滋荡 紧接着他的身体全身扭曲 瞬间变成奇形怪状的怪物 既然他无法理解平民心情 那就同样感受一下那份痛苦 第二天的清晨 大富豪里克森的遇害 迎来了一堆踪拥而至的记者 报道中最费解释 在富豪的房间里却只有一只怪物 而那只怪物最终被警卫魔法师击杀 据说他因为太过顽强 警卫们连续烧了一个多小时 当他们纷纷议论时 一道美丽的身影吸引了众多记者 来者竟是帝国安保局的夜行骑士团团长特利娜 在他的威严下负责的警卫 乖乖地让出通道 随即对原本查案的警卫下达禁令 即刻起本案的搜查 全由安保局全权负责 因为此次事件的影响 早已惊动了帝国的高层 当他们接手相关线索后 重新梳理了案件整个过程 传闻中这个富豪 曾接触过黑暗魔法和神秘生物 而这样的人突然被怪物干掉 仅此一点就不能当作是一期偶然事件 遗憾的是怪物内脏也完全被烧毫 导致无法进行事件 这时挂在墙壁的壁画 引起了特利娜注意 倾斜的画框和没有污渍的墙壁 这里果真是一个隐藏空间 然而里面却早已空空如影 从大小位置来看 是很适合藏匿保险柜 再加上明显的存放痕迹和没有的机会 大富豪的离奇死亡 怪物的出现以及消失的保险柜 这一切又太过巧了 因此他认为富豪是被人所害 但能做到不留一丝痕迹的没有几个 这时他也不自觉地想起了 传说中的亚森罗宾 随即他咨询近期帝国中的特殊事件时 刚好查到昨夜的废弃工厂被烧 而案发时间和富豪的死亡时间相差不大 然而与此同时的我 因使用超负荷魔法攻击 正承受着所带来的后果 毕竟自己是连呼吸都是消耗魔法的品质 索性提前配备好了相关药板 不管怎样现在不用再操心狼人事件 因为我把他们全部烧成了灰烬 而刚想到这里动了 却突然想起了一眼 当时我在除掉狼人时 那家伙一直在阻止自己 导致自己多少有些不自然 而且当时他离自己特别近 如果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什么 而且还将这些告知其他人 那事情会变得再次复杂 随即深思片刻的我最终下定了决心 事已至此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干掉那个学生 我被迫成为了冒牌的魔法教师 本想着低调行事 不料却被卷入狼人世界 虽然冒着被反噬的风险 施展强大魔法解决了所有麻烦 但又不小心留下了一个隐患 导致我自己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决断 事已至此只有一个办法 因为干掉塞奥伦的学生风险太大 而且他还是备受校长重视的学员 甚至是会使用特意派魔法的学生 要是这小子出了什么问题 我肯定会被校长怀疑 我还是先专注恢复魔力 而与此同时的废墟工厂 特利纳正勘察着早已成废墟的现场 然而此处早已被烧得一干二净 以现场的状况很难确认有用线索 但如此偏僻的废弃工厂居然发生火灾 而且还偏偏与大富豪死亡时间相吻合 甚至是灼烧留下的痕迹也极为相似 再加上此处还是自己早已密切关注的地方 因为他们有线索表明 此处有人在秘密实验着神秘生物 可自己尚未出手 证据却被毁灭一空 这一切绝非是简单的偶然 当他询问这段期间 帝国中是否有其他奇怪事件时 他们马上调查到 在塞奥伦学院近期出没的狼人事件 而那三个狼人竟被执教老师全部干掉 而更巧合的是 这三只狼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只因他们也全部烧成了灰烬 被烧毁的工厂 被火烧的狼人 仅凭这点自己就得亲自会会这名魔法教师 而浑然不知麻烦即将降临的我 正与往常一样任教着自己的侄子 今天的主要课程是 属性元素和显现原理的全新方法 当提到有全新的办法时 教堂中瞬间窃窃私语 仅凭学院的认知这是不可能的情况 随即在学生们的嘱咐下 我缓缓伸出右手 刹内间凝聚出精纯的兵器能量 随即在短暂的耀眼过后 还放发冰花 这一变化瞬间让学员们产生了兴趣 接下来我也讲解了其中的缘由 目前大家已知的元素分别为以下四种 而这些元素就是所有形态魔法的根基 随即我给予学生们提出了一个疑问 元素魔法为何会发展如此迅速 当学渣们纷纷回答错误时 弗罗拉说出了重要的核心 那就是为了利用元素来干掉人 虽然战争和图路 才是魔法发展的根本能够 但人类的行为 也可以赋予他们千差万别的意思 接下来我要求每个学员各自凝聚元素 可当我一点出他们的不足时 唯独艾丹迟迟没有举动 这小子难道是在反抗我 就因为对狼人事件耿耿于我爱 当我敏感的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时 这小子才缓缓开头 原来他并不熟悉元素魔法 作为一名刻意派的塞奥伦学生 竟然连最基础的魔法都不会 我完全没有意义去照顾这个家伙 虽然我可以放任不管 但他跟不上课堂节奏 但心胸宽阔的我还是决定好好教他 于是详细指导教他基础知识 而这小子也没让我失望 仅仅片刻功夫就将火花幻化的栩栩如生 可就在我夸奖艾丹的同时 在第一堂课被我批评的弗罗拉却心怀不服 自以为天赋一禀不他 为了证明自己的天赋 这丫头竟强行施展重叠元素 甚至第一次将冰元素中强行加入风元素 可下一秒这股漩涡居然不受控制 就在它即将产生爆炸时 突然出现的柔和魔法瞬间控制暴躁元素 弗罗拉不要放弃 先控制好你的魔力 我会帮你的 紧接着在我的引导之下 弗罗拉的元素正在逐渐稳定 这股悉心的教导他却是平生第一次体会 从小到大别人对自己目光只有两类 羡慕或嫉妒 长时间导致他开始不在意这些目光 反而选择去踩踏他们 可是让他真正难以忍受的是 自己无法得到父亲的认可 因为父亲投来的目光透露着蔑视和冷漠 甚至在第一堂课时的屈辱 是自己第一次感受的挫败 可原本以为这位老师也会像父亲一样蔑视自己时 此刻却帮自己稳住魔法 并且还对自己说 他拥有非常特别的天赋 甚至还夸奖自己 他并没有嘲笑或美视 而是在关心自己 这是连自己父亲都没有过的代言 而给他一顿安慰我 此刻却强忍着反噬的头疼 这么小的年纪 不仅会将元素进行叠加 甚至还施展了高难度的三叠元素 塞尔伦的学生果然都很厉害 校长曾说过今年的新生有很多人看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黄金一代 然而刚想到这里是另一个学员引起了我的注目 他没有将属性元素显现出来 或者说这孩子根本没有元素属性 这也让我起了一定猜想 于是下课后单独邀请了李奈这名学员 在我的个人办公室 坐立不安的李奈正担心着自己的据静 更是害怕因自己的无元素体质 无法继续参加老师的课 可就在这时老师递过来的一本书籍 而且还要求自己按照这本书籍来学习魔法 是一本无属性魔力的理解书 甚至给自己单独布置作业 还说他会发现新的魔法大陆 当李奈走出办公室后 我也陷入了沉思 这丫头拥有的无属性魔力 已经让我非常震惊 没想到他还有能够区分善恶的判定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觉醒 本人对此也好像也并不知情 真没想到 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能碰到这个天赋 明明是帝国最顶尖的雇佣兵 此刻却被丰厚的待遇所诱惑 被迫当上了学院的魔法教师 原本只想低调地度过伪装的这段身份 可麻烦却偏偏找上自己 仅仅是在校园散步 竟碰到学员间的互殴 身为伪装的魔法教师 只能上前阻止这场闹剧 然而万万没想到 同级教师竟然袒护贵族学员 甚至指着我是滥用教师权力 指引我回宿舍的路途中 发现学生之间竟要来场魔法决斗 而其中一人又是爱丹这小子 他还真把自己当作了漫画主人公 但很快我也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这个费利奥应该是为了获得 身后男孩的关注特意挑起的事端 可仅仅是学生间的对战 地旁的贵族教师竟要给我下套 甚至还要我与他打个赌约 当他自信的以为费利奥能获胜 而且还想把赌约内容改为是如何获胜时 我却将赌注压在爱丹身上 眼看自己的激将即将得逞 他也露出了自己的目的 就读我们各自研究过的魔法资料 毕竟我们教的都是显现派课程 原来他也是教显现派的 就此我们的赌约定在了三天以后 而我敢吓住这小子的原因 因为他是拥有特异技能的魔法师 只要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来就能获胜 可让我没想到沉思片刻的爱丹竞表示 自己希望通过真正的实力取得获胜 还拜托我这几天给予自己提升实力 只是我并不知道爱丹的特异技能是不能随意使用 只应当他公固于众 就有可能卷入一些麻烦事情 这也是当时教他师父叮嘱过的引擎 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 虽然偏离了我的初衷 但也刚好趁此机会了解下这家伙的真正实力 当机立断我们就开始了三天的特训 我甚至慢慢好奇三天后对方会有什么表情 当我在教导爱丹的同时 贵族教师也在为费利奥进行的特训 这场对决实际上还代表着 贵族与平民之间实力差距 甚至为了确保他的获胜 还准备了聚增药水 如果被发现都有可能直接判输 但这是莫尔家族特制的药水 一般人很难察觉其中的疑忆 就这样时间也很快来到对决当天 而仅仅是学员之间的对决 竟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前来观看 甚至还惊动了学员的校长 只因通过学员们的窃窃吸引 除了我这位明星教师的号召力外 还具备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隐形对抗 很快爱丹和费利奥来到场地中央 为了确保学员的安全 对决中只要护具魔力耗尽极为失败 紧接着对决也正式开始 毫不示弱的双方瞬间施展各自魔法 施展的速度甚至几乎相同 虽然爱丹的属性是克制火的兵属性 但很快魔法实力的差距也立马显现 节节败退的兵系魔法 甚至差点击中施法中的爱丹 虽然紧急补充互动火焰 但明眼人都知道 如此下去失败方必然是爱丹 然而当众人们以为即将分出胜负 爱丹却拿着法杖直接前冲 这是只有战斗法师才会的机动术士 更让克里斯无法置信的是 仅仅的三天时间我竟教会了一个平民 以目前学员的实力 集中注意力是施法的基本条件 在移动过程中应该很难集中施法 可让费利奥没想到的是 自己吃了特殊药剂而施展的最强法术 竟无法突破爱丹的术士 甚至被移动中的护盾元素反弹 狠狠地命中自己的额头 可他还尚未稳住 就看到近在咫尺的犀利爱丹 紧接着练武场传来杀猪般的吼叫 对决的胜利者是爱丹 瞬间沸腾的全场 然而身为男爵家族出身的费利奥 却始终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甚至听到自己是贵族的耻辱时 脑胸成怒的他自认为 对方肯定使用了卑鄙的手法 于是瞬间杀一四起 竟对着毫无防备的爱丹 再次施展魔法 然而就在此时 感受到生命危险的爱丹 身形瞬间移动 反而孤身挡在裁判身前 硬生生地将近在咫尺的魔法驱散干净 明明那么固执 结果在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出手 而眼尖的老师也瞬间认出 这是反魔法 是能让魔法瞬间消失的特异派魔法 当众人议论着这一变故时 爱丹直接靠近费利奥 紧接着给予狠狠的大补党 费利奥我至少以为你会痛快地承认失败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群杂 这下不仅仅是战斗失败 还彻彻底底沦为了学员中的效果 同时被贵族们拥护的沃尔堡 貌似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在他认为此刻的爱丹 比起那些不三不四的贵族厉害得多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平民小人 克里斯为了挽回颜面 还指着我隐瞒了爱丹的反魔法 但我却轻飘飘地鄙视 作为一年级的老师 你连基本的学生资料都未查看 而且他是否会使用反魔法 从一开始就对胜负没有丝毫影响 话说回来 我们的赌注是学术论文 但我却表示 我对他的论文根本就不感兴趣 因为以打赌形式抢夺他人成语 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举动 随即我就潇洒地转身离开 不宜会迎面等待我的第三秩序 担忧的不是 恭喜您获得赌局胜利 但这样会不会引起学校内部注意 然而我却不以为然 因为这样反而更好 校长早就察觉有我们的存在 即使我是老师 他也不会轻易地将我从嫌疑人中排除 而且通过这些事给他留下好影响 反而会有更好的效果 但仅凭这点还远远不够 随即我要求赛迪娜要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我和一个与我毫无交集的学生 频繁见面 很容易被怀疑 但是作为一名老师和优秀学生接触 那就是另当别论 所以我要求他尽可能成为一名模范生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丫头尽以生命担保 会拼命努力 真是个让我越来越有压力的家伙 原本只想安静生活的我 在陌生的城市不仅创立了自己的组织 还吸收了数十名小弟 更是解决了区域的地头蛇 只以我看上了这些家伙的酒吧 然而昨天帮艾丹打赢决斗的事件 再次在校园引起了轰动 而我则希望通过此事 塞尔伦校方知道我是站在他们那边 也想让黑色黎明会知道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但我也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我需要尽快建立自己的组织 然而刚好想到这里时 汉斯也传来了有用的讯息 经他的调查 如果想在这里站稳脚跟 就要动用相应的武力 看来是有事情需要我亲自出马了 深夜的一家私密酒吧 凶狠的红发男政抱怨着大富豪的死讯 只因他们曾投资了大量资金 结果现在全都打了水漂 而此次密会的主要原因 就是为了想其他的办法 可就要聊到关键的生化药剂时 一个不速之客不请自来 而对方竟直接说出他们的姓名 这明显是有备而来 紧接着来人也自我介绍 别人都叫我詹姆斯莫里亚帝 这可是曾在德里卡王国呼风唤雨的犯罪顾问 而为了确保此人真实身份 胸巴红发男偷苗 事宜可以来点一事 随即酒吧内的大汉们纷纷站起身 来人虽然建议这些人不要随意开枪 但这些人却不管不顾的蜂拥而上 可就在这时 原本想开枪的众人 却愣在原地无法动人 紧接着看到此人 竟瞬间施掌火之沉默 随即身后的酒吧 墙地烹得砸开 一只凶狠的懒人 呼噜地冒出了脑袋 这竟是一只体型硕大的狼人 而这只狼人竟乖乖地站在男子的身旁 他居然驯服了狼人 这也表明上次狼人事件 也是此人所谓 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只狼人其实是汉斯 指引我们要建立的秘密基地 被盗上的四个势力所瓜分 其中最大的组织 就是较敌的社会帮派 而他们也是在这片区域 做尽坏事的家务 首先必须拿下他们 才能站稳脚跟 但这个帮派规模颇大 以目前的实力 虽然无法正面出击 但能够抓住他们头目 就另当别论 通过汉斯调查 这些人和李克森 有着某种关系 他们也曾帮富豪处理过 很多肮脏事情 而现在就是资金断裂的 慌乱时期 于是我判断 现在法事最好时机 我虽然不担心他们有战力 但为了提高效率 我要求汉斯变身狼人 用他独有的气势 辅助这帮凳头亲 这小子接下来 只要好好撑个场面就行 而我们的瞬间应对 也让敌社会的头目 放松了几屁 而当他想套进步 表示手下们不识抬举时 我却轻飘飘地对他说道 我想在这个城市开创事业 但我不喜欢你们 这些肮脏的勾搭 因此今天开始 敌社会将从世界消失 此话一出瞬间燃爆 而我只是让汉斯好好欣赏 随即拿起法杖 轻轻触地 刹内间整个酒吧 瞬间被黑暗笼罩 而我则缓缓地拔出 法杖中的历练 三阶黑暗魔法愚昧者之梦 它可使对方心理防线崩溃 同时向内心深处 直入恐惧 虽然大部分人 已被恐惧沦陷 但也有两个 能抵御魔法的家伙 甚至还能抽空急于反击 竟然用剑气 斩断我的魔法 这些家伙 应该就是最高战力的准骑士 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会输 但为了更高效率 随即扔出一瓶药剂 紧接着在他们认为 会有剧毒的剑气 通过紫巫再次刺向对方 而我也趁机用敌手做掩护 将真正剧毒藏匿于黑暗 这也是能够破解剑气的最佳方案 然而已被我剧毒侵略的家伙 早已没了能与我一战的资格 随即请客间 直接刺穿对方下来 我的一系列战斗经验 瞬间惊呆幸存的家伙 在他们的印象中 莫里亚帝根本不经于战斗 但这些疑问也没有必要回答 因为你们马上就要死了 然而被我激怒的对方 愤恨地冲杀时 我再一次抛出紫色的药瓶 自信他以为不会再次上当 将药瓶瞬间击落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次的药瓶居然不是之前的紫物 而是将他的剑牢牢地粘在地上 紧接着我直接掏出手枪 可就在他全神贯注 打算躲避枪弹时 不充不误地传来剧烈的疼痛 居然是从他影子中 幻化的致命一击 魔法都是以施法者为中心发动 可他明明没有听说过这种魔法 而他也在这类疑惑中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既然碍事的家伙们都已解决 那就该轮到我们好好聊聊 片刻后的酒吧内 我正独自喝着红酒 而察觉到战斗结束的汉斯 也重新回归 是时候考虑该如何开展势力 首先我打算在敌社会的小喽啰中 挑选几个适合的家伙 然后为了巩固这方势力 我还邀请了一些认识的几个老熟人 当然听到这里汉斯瞬间露出惊讶之词 因为那些固执的家伙 在他认为没有一个是正常人 话说回来此刻更让汉斯担心的是 明知被校长怀疑的 竟这么明目张胆的到处转移 然而我却不以为然 因为所有的魔法师 都不想承担不确定的风险 更何况校长现在还要牵制那些反对派 他不会做那些稍有不慎 就会引起反对的事情 听到我解释的汉斯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紧接着又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现在加上召集的人数大约十人 而此刻也算是正是在 皮勒贝特账门的家伙 是时候取一个组织的名字 而思索片刻的 我立马想起了适合的名字 既然我们都要伪装身份 那不如直接叫做 顾名身份 是此新的组织 在陌生的城市正式诞生 我十岁成为雇佣兵 二十岁欲为犯罪顾问 三十岁则是富裕商人 隐藏着身份穿梭于世界各地 甚至让整个帝博为我闻风丧胆 可这样传奇色彩的我 此刻却在魔法学院成为了明星教师 更是为了旁听我课 学员们甚至夜不归宿 只因我的教学内容 远远超越时代认知 可此刻我却被赛琳娜的提问一脸猛逼 为什么不招聘助教 虽然表面镇定装作还不需要 其实是一直都不知道 还能这么操作 你妹的 原来就我一个人 一直累死为我 而赛琳娜还招募了三名助教 口口声声说不怎么需要人手 还招募了这么多 难道其他老师都带十人以上 而这时刚巧看到 克里斯带领着一众人匆匆走去 原来三名助教还真是算少了 随即他的建议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助教不仅可以获得额外学分 还可以接受老师的个人指导 而且还不限年纪 即使是新上任的老师 也能拥有六名以上的助教 甚至还有些助教会选择放弃毕业 只因想留在导师手下研究魔法 目前我招聘能帮我处理杂事的就行 随即在举荐的名单中看到了熟悉的名称 黎明慧的第三秩序塞迪娜 这丫头会经常鬼鬼祟祟突然拜托 还不如给他助教的身份 明目张胆地放在我的身边 顺便再多了解有关黎明慧的情报 这算是在学院有了一个忠诚的下属 第二天的课堂 正等待教师的学生今天格外的吵闹 原来他们都听说了路德格老师正在招住脚 此事虽然也吸引人 但还有更诈烈的消息 那就是学院出现了能实现愿望的万能识 据这位公主的消息 她正在塞奥伦学院的某个地方 然而窃听这一切的弗罗拉却不以为然 在她认为要是真有此等东西 早就被某些位高权重之人据为己有 不过让她更在意的是 那个超人一般的老师竟然要选拔助教 助教相当于老师的代言人 所以必须要具备和老师互相上下的实力 想到这里的她不禁暗暗自喜 自认为整个课堂应该只有自己能符合这个身份 可就在自己沉浸在美梦时 清澈的声音打断了众人 老师马上就要来的请大家安静 说话之人大家都尚未见过 甚至她手上还拿着上课资料 这个女孩难道是路德格老师的助教 当她疑惑她是否是助教师 老师也恰巧来到课堂 而且还郑重介绍以后塞迪娜就是自己助教 然而浑然不知学员们小心思动 无视着众人夸张的反应开启了正常授课 上课期间并没有特殊的事件 正常结束课程准备返回教务室时 弗罗拉却主动找上了我 可当我以为她也想申请助教师 表现出相当惊讶的她 竟然只是为了表达谢谢 原来是上一节课我给她的忠告 对她相当受益 至此在她的心目中 我已然成为了超级教师 还好奇地问我会几种魔法 我虽然回复指挥基础的五种 但其实我会全部的十大魔法 可与那些单一魔法是截然相反 每一个都并不精通 也就是任何元素都达不到顶尖的半调子 这些事可不能被这些学员曝光 因此我赶紧转移话题 并建议弗罗拉 你要是想当助教可以随时申请 她也确实拥有相应的资格 原本想回办公室的我 却收到了校长的邀请 快来路德格老师 最近流传的传闻您听说了吗 有关万能石在塞奥伦学院的传闻 当我以为这只是学生们之间的谣言时 校长却肯定地表示 这个万能石确实在学院 它是一种已经存在很久 充满神秘力量的未知文物 而这个连起源都未知的文物威力 竟比大魔法的法器强大百倍以上 而且这样的文物居然很久以前就由学院保管 他们内部信息有可能被泄露 或者在定期更换保管场所时 被他人窃取信息 所以校长这次找我的原因 就是希望我来调查泄露事件 虽然他表面上好像很信任我 甚至将这件事交给我去办 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我是站在他这边 也或许他是想趁此机会 探清我的虚实 还有是万能石的能力过于强大 需要定期更换保管场所 而这段期间文物刚好需要转移文物 虽然我咨询过是否有其他老师参与 但收到回答时 每个老师任务都会不同 所以不会有碰面的机会 画面一转 塞奥伦的内部泄露信息 这有可能是黎明慧家伙们的解子 但塞迪娜却没有给我传来任何消息 或者是其他第一秩序策划的事件 还说不定很快将有大事发生 但话说回来 我竟然能在这里见到这个文物 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在大陆四处游走 有时是步拥兵 有时是犯罪顾问 有时是富裕的商人 而我之所以经常隐藏身份 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了寻找这个文物碎片 虽说这里的碎片和我要找的文物不是同一准 但或许能利用万能是得知我要找的东西的人 文物并不是能轻易找到的东西 在大陆上漂泊了这么久 我也只找到了三块 从碎片的大小和形状来谈 应该是还剩下四块 一共要搜集七块碎片 才能拼成一个完整文物 而只有将它们拼接完成 我也才能完成我的夙愿 给人第一次出手 近以来天地一想 寸草不留 而他原本是温文尔雅的学院校长 此刻却秒变圣人的杀戮狂魔 就在不久之前 未为帝国公主的艾伦迪尔 他虽想度过安心的平凡日子 可因身份尊贵麻烦 却总是找上自己 这时通讯设备传来信号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通过设备缓缓显现出的一个身影 他就是负责狼人事件的保安局团长特丽娜 此次打扰的紧急事件 主要是想拜访那位击杀狼人的魔法老师 也想通过公主知道到底是哪位 是新来的老师 名叫路德格切利西 画面一转 侦查此案的特丽娜小组 正汇集着相关证据 首先在工厂发现的尚未烧焦的笔记 通过内容发现像是研究的某些数据 还有是近期帝国内的敌社会 在一夜之间消失 而这个敌社会刚好与暴毙的富豪有紧密接触 因此除了去会见魔法老师外 又多了一个侦查方向 第二天的上课教堂 教课中的我正想着近期的事情 仅仅几天的功夫万能时传闻飞速扩散 再这样下去 肯定又会像狼人事件一样 出现擅自行动的二伙学生 而到了那个时候 事情又会变得麻烦鸡手 怀着不安的情绪结束课程后 回到办公室 刚好看到塞迪娜正焦急地等待着我 可还未与她说上话 校长的通讯时就紧急地发出光芒 而她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一惊 万能时居然被抢走了 这些人居然知道万能时的保管位置 而且在校方转移之前就先下了手 校长本以为即使消息传开 只要尽快处理就会没有问题 虽然追捕对紧急出手 但如果他们在此前使用万能时 那事态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而为了安全起见 校长还要求我希望在午夜之前能够去回 我虽然预料到会有不好事情 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这些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校长还没有消除对我的怀疑 稍有不慎我就会被他当作是共犯 当我怀疑这是否是其他第一秩序策划的计划时 突然想起刚才的塞迪娜 于是我直接盘问 是否是下面的家伙擅自忍了我 让他从头开始如实交代 去他调查 这件事是由第三秩序引起 他在调查塞奥伦的机密时 发现了万能时的相关文件 再加上近期学校内流传的相关传闻 他认为这不是虚假的传闻 再经过一番调查 他也终于发现万魔时的存在场所 因此他虽然将此事报告给了第二秩序 然而第二秩序却并没继续上方 而是试图独自处理此事 这个叫德米雷斯的家伙 就是主要负责情报搜集 据塞迪娜的推测 他也许是基于这第一秩序的位置 为了避免我的身份曝光 我也只能尽快出手 听说是逃亡的森林方向 随着我的施展咒语 周身顷刻间幻化黑雾 而我的身体也慢慢隐匿在黑暗 这个魔法相当于召唤派的幻术 不仅不消耗大量的魔法 还可以使施法者隐身 随即我自信地与弗罗拉插身而过 殊不知 这敏锐的丫头竟察觉到了魔法波动 还判断出这是一种隐匿魔法 画面一转 学院的禁区入口处 追捕者们正抱怨着 因为那些可恶的家伙们 偏偏跑进了沉寂之灵 然而我却穿过这些胆怯的家伙 独自踏入阴森树林 与此同时黎明慧的盗窃者们 正经历着沉寂之灵的恐怖威压 只因自从踏入这片树林后 就不断发生精神崩溃的迹象 可后有追兵让德米雷斯狂暴不断 虽然这个逃逆路线早在计划之内 但这手中的万能石 明明有着强大的魔法波动 此刻却起不到任何作用 而就在这时恐怖的声音席卷全场 你们就剩这么点人啊 紧接着当我显现身影时 顿时让这些人惊恐不安 约翰多乌大人 为什么来的偏偏是冷酷无情的这个人 随即想到自身性命不保 德米雷斯颤抖着全身 将万能石双手奉上 可我来之前就没打算给他们活路 既然已经取回 那这些人也可以安心上路了 原来这就是那个万能石 可当我灌注魔力的瞬间 我立马判断着并非是文物 但也仅此而已 可校长明明说过这是文物 而就像是印证了我的猜测 天空中陡然间凝聚强烈能量 就像流行陨落一般 接触到地面的瞬间迸发强烈波动 当花瓣消散 仅剩下的万能石 紧接着轻轻着落的深意 我故意这样毁坏它 它既然都没出现一点瑕疵 那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轻轻地一次抚摸 就能将帝国的黑帮老大收入麾下 甚至愿意为我赴汤蹈火 只因我凭一己之力 就将整个地下组织归为一体 而在不久之前 当我察觉到手中万能石的异样瞬间 施展影盾惊险地逃过一劫 虽然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空间移动 但只要利用好坐标指定术 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刚才校长所施展的是六阶魔法雷克萨了 这应该就是他的真正实力 明明把事情交给了我 可此刻自己却亲自前来 甚至被抢走的万能石也是假的 没想到这竟是他策划的陷阱 而这时大脑一阵巨痛 是刚刚的幻术消耗了我太多魔力 随即立马打开药瓶一顿猛灌 片刻后我再次沉入深思 对校长的行为还是无法理解 估计他一开始就打算自己解决此事 但为了揪出奸细 对自己人也隐瞒了这一事实 不然身后传来一丝一样 来人竟是弗罗拉 明明是禁止地带这丫头为什么会来 而对我的疑问 他竟反问我为什么在这里 还有刚刚强大的魔法 好在看他的反应并没有看到可以场面 他应该是绕开了手在入口的那些人 通过小路来到的这 殊不知就在之前我掠过他时 他闻到了我身上的独有香味 而且他还看到了我之前吃的药丸 不久后我带着他们回到学院时 刚好碰到回归的校长 刚开始校长怀疑 为什么我们会在沉寂之里 但没想到 弗罗拉挺身说明 是自己擅自闯入 而我和萨利只是跟着他才进入 校长对此也并没有表现意义 反过来还叮嘱我不要过多惩罚 随即在交谈中校长也解释了 因为情况紧急那些盗窃贼 自己已亲自解决 变相地承认了刚才的动静是自己的手 不久后的校园走廊 校长与管家正谈论着事件的细节 好在他们的交谈中 已经消除了对路德格的怀疑 只因观察反应时没有表现可疑技巧 然后他突然又露出邪魅的威想 这应该又是谋划的什么阴谋 随后不久他们来到一间密室 而此处竟然还有一个万能石 可当他们确认无误转身离开后 密室的阴暗处 一团影子缓缓扶声 紧接着谎化了我的身影 真是让我意想不到 原本我还不敢确定 现在真是中了大甲 幸好在万能石上留下了痕迹 我就猜到校长在处理完这件事后 可能会去确认真万能石的情况 不过眼前的万能石散发的魔力确实强烈 随即我慢慢靠近伸出手掌 我要通过它来确认其他文物的碎片下 不久后万能石的光芒变得暗淡无光 虽然我早已预料 但没想到在附近竟然就有一个碎片 随即回到办公室的我早已没了一丝皮 今天消耗的魔力确实有点多了 但还是联系了汉斯 因为巨万能石的推测 附近的文物碎片就在皮了贝克 而根据文物显示出的周围环境 我猜测应该是在拍卖行 这附近能有磁等宝物的 那就只剩下昆斯特拍卖行 刚好听说近期要举办一场大型活动 随即我要求汉斯尽快确认拍卖清单 而参加拍卖之前 我们先要会会这篇区域剩余的三个道上朋友 事件很快来到邀请当天 衣着靓丽的汉斯还弄了一辆豪车 在他认为竟然要去高档场所 就要配备相应硬件 此处是帝国有名的高档酒吧 雄伟的大楼奢华的装饰 因为汉斯早已提前预约 我们在保安的护送下直接前往顶楼 这里的氛围与楼下完全不同 听汉斯说从以前开始 道上的组织就经常在这里谈谈 就这样他们之间有了一个规定 那就是绝对不在顶楼发生争执 而这些道上人约我们在这里见面 应该就是为了看我们 是否会遵守那个规定吧 我也好奇里面到底是些什么人 三家帮派的代表分别是 黑玫瑰女人的维奥莱塔 吉尔库斯的芬尼恩 还有是奥德基斯的戴恩 果不其然他们早已把 詹姆斯身份进行过详细调查 而在他们联合的咄咄逼人之下 我却轻飘飘地说出重磅炸弹 居然气氛这么紧张 那我们先把误会解开 我是希望在这片区域开创一番新事业 所以我给大家提个建议 只要大家都到我的手下 我保证让大家能赚大钱 此话一出瞬间哗然 随即我也给出了我的解释 我想要改变这片区域 这片工业区基本都是一起的工厂 虽然只剩下灰暗的未来 但人们还是仰望着天空 因此我想把这条黑暗潮湿的想象 变成明亮和适合居住的地方 我还补充到只要这些人愿意听话 我就会帮助他们找到适合的事业 不疑会在我统治力的武力和美好的建议下 其余三家帮会也只能乖乖成属 可会议结束当我们离开酒吧时 黑玫瑰维奥莱塔竟独自跟在身后 看他有要紧是想与我协商 于是我让汉斯先行离开 原来在谈判中他虽然答应与我合作 但对标的行业巨头基本都是帝国贵族 特别是我建议的服装市场 更是被负商基本裸断 他很担心这会是以卵基石 但我所构思的目标客户并非是他们 因为我们要制作的是适合大众的服装 如果客户数量逐渐增多 那贵族和富商制作的服装法会被淘汰 我甚至表示可以让他的魔法运用到制服上 最终被我完全说服的黑玫瑰 也摘下了一直以来的面纱 美貌的外观 只是多了一道被魔法所制的烧伤 然而当他自嘲的说这个伤疤已经无法治疗时 我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既然愿意相信我 还展示了不愿是人的真容 那我也该展示我的诚意 随即施展魔法轻轻碰触 灰暗的伤疤瞬间消失不见 帝国顶级治疗祭祀都无法治疗的伤疤 竟如此轻松化为乌有 可就在这时 我突然将他猛的一拉 惊险地躲过致命的案件 这个时间段能对我有敌意的 我大致也猜到了是哪些人 就是敌社会剩下的余孽 而且这帮人甚至在此处早已埋伏 还布下了迷伞箱 导致我们很难运用魔力 既然如此我就要与这位女士 共同动动久违的筋骨了 她只是平平无奇的护腕 竟变成了犀利的杀人暗器 甚至还隐藏了圣人的利人 更是在小洞中添加了麻痹针 而这一切竟是眼前的小女孩一手改造 只因她是活了上百年的诸如发明家 而如今我和黑玫瑰正在协商时 却遭到了歹人的埋伏 甚至提前布置了迷伞箱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无法使用魔法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展示了强悍的战力 可这些敌势力的余孽也看出 维奥莱塔的体力明显不值 也不急于进攻 想等到我们精疲力尽 可我关注的却是另一件事 之前给我们案件的家伙 却一直没有现身 他不仅会使用迷伞箱 而且还擅长隐藏杀器 看来这些家伙中也有专业人士 于是我果断做出判断 直接扛着黑玫瑰 向一个方向冲杀过去 因为在这里继续纠缠指挥不力 果真当我摆脱围攻即将远顿时 一直暗藏在黑暗的杀手 也露出了身形 通过他们的身法 维奥莱塔立即看出 他们是从南部沙漠来的刺客团伙 是一群专门拿钱办事的家伙 如果是我知道的卡尔萨帕的那群人的话 我得想想办法才能摆脱 然而目前扛着维奥莱塔状态下 是无法拉开距离 此刻我们反而被敌方追上 甚至在跃到屋顶的瞬间 他们竟已准备好了攻击 虽然通过维奥莱塔的阳伞惊险地挡下了暗器 但武器中以图上的不样 将他的特质阳伞直接腐蚀 至此我也确信他们就是卡尔萨帕的那群家伙 剩下的办法就是要么等他们把暗器用完 要么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 很显然第二个办法更稳妥一些 于是这次直接双手雄抱 飞速跃下 杀手们也没有迟疑紧随其后 可当他们也跳下屋顶时 却听到女人的声音 前面的男子竟丢下了女人不知去向 谨慎的家伙们也明显察觉到 这有可能是陷阱 这个女人可能只是幼儿 那个男人应该藏在某个地方 按照弥散香的香气 察觉到异样的她 迅速掏出暗器飞射向身后的墙壁 然而下一秒自己的背部 却传来剧烈的刺痛 因为这里留存的弥散香浓度有所下降 所以我也能勉强使用一些魔朵 而我刚刚现身解决一个 另一个紧随其后的从身后醒来 而且这次使用的竟是一个长钩 直接将我手中的法杖甩到一边 眼看我已没了武器 自信的杀手拿起匕首直接贴身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我从身后镜再次拿出一把利刃 紧接着一个闪身 将杀手彻底留在此处 现在迷散香也差不多消散 我对着后面追来的小兵 要求维奥莱塔来处理他们 而他也没有让我失望 随着剧烈的爆炸 将他们瞬间一网打尽 当维奥莱塔惊讶这些余党 还能组织如此精算的暗杀时 我直接表示 这些人有可能也是被逼无奈 因为我已经干掉了里克斯 所以逼迫他们的事 另外一个给他们提供资金的人 既然话题也说到了这里 我就将后续的事情交给维奥莱塔 让他找出这次的幕后黑手 处理这里的一切 我直接来到新的秘密基地 可刚进门就被眼前的一目惊呆 原来是我邀请来的家伙 正欺负着汉斯 他是我长久的合作伙伴 名为爱依皮特 是一名出色的小矮人发明家 随即我无视着哀求的汉斯 取出我手臂上的护腕 只因刚刚在背着黑玫瑰的前提下 使用过这个长钩 需要他来重新检查一番 眼看着小矮人拿着护腕远去 汉斯才敢大胆放肆 但他看起来很小 可实际年龄比汉斯大得多 我还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见他时 在德利卡王国的地下矿山 当时他虽然是被抓当作了奴隶 但他却在地下发明了无数个炸弹 好在这丫头没有及时引爆 要不然谁都无法活到现在 随即在等待修理互换的时间 我漫无目的地遥望着夜景 可我刚拉开窗帘 竟然看到飞快的身影 移动的步伐又快又轻 而且连脚步声也完全听不到 这个时间能有条不稳行动的人 可就在我猜想到对方的身份时 临头的黑衣人猛然间回头 幸好没有被发现 这些人既然真的是骑士团 而且那一头银发人应该就是 安保局夜行者的顾国公特里纳 而他的出现 让我也联想起了近期的报道 报道中明确 他们正在调查里克森的死亡 而此刻又出现在这片区域 有可能把刚才的事情 也联系在了一起 也幸好把关键线索处理掉 我可不想再和这个怪物扯上关系 画面一转 听说骚乱后 及时赶到现场的安保局 地上已经是惨不忍睹的尸体 其中一个甚至是 少有名气的敌社会家伙 而顺着血迹 很快也发现巷子里的其他尸体 通过利刃上的酸味 克里纳马上判断出 这是只有卡尔萨帕 才能制作的特殊毒药 而让他们疑惑的是 敌社会的残党并没有中毒迹象 也就是说这些人 有可能是异物 而这些人居然都是被一招致命 从伤口来看 是从身后直穿心脏 这些人是与对方近身搏杀 那他们应该认为 对方是不会用刀的魔法师 但他们的判断 却出了漏洞 所以被反杀 这么说来干掉这些人的 既是魔法师 又是很会用刀的人 还有通过这些敌社会的营养 也不难判断是这个魔法师 解散了他们的组织 话说回来 李克森的资金流入了敌社会 能干掉李克森和敌社会的家伙 还有是之前烧焦的废墟工厂 现在唯一没有接触的 就是将狼人烧死的 那个魔法老师 第二天的清晨天刚刚亮 塞琳娜老师 竟然拜访到了我的宿舍 而原因居然是 有位客人正在找我 难道是安保局的人 不久后当我抵达办公室时 等待我的果真是 这帮难缠的家伙 好在拜访之人 并非是特里纳团长 而是下属要员劳埃德 而且也只是为了了解 击杀狼人的具体事项 只要不是他 那一切都好办 这些下属我还是有信心糊弄 刚刚才摆脱安保局的调查 此刻却再次受到 其他第一秩序的怀疑 甚至通过火焰精灵 试探我的实力 在这所充满危险的学院 是简单询问狼人事件 但他其实是 承接特里纳的指示而来 其目的就是为了查看我的手心 但通过劳埃德赶知 我的手却从未使用过刀 在他判断是一个普通的魔法师 这一结果顿时难住了特里纳 但自己又无法亲自去调查路德格 于是将恩雅留在学院调查可疑事项 可当他刚想转身离开 这时远处传来爱丽莎校长的声音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特里纳 没想到这俩还是认识的老熟人 而他无法亲自审问路德格 就是因为校长在中间阻挠 还表明自己只是想保护新来的优秀老师 而他们交谈的这一幕刚好被我看在眼里 魔法学院的校长和帝国的护国公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但多亏了校长 才能让我免于直接与特里纳见面 虽然劳埃德也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但他的行动给我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开始很明显是在确认有灰尘的地方 再加上他过于干练的仪表和着装 因此我可以确信的他有洁癖 但这样的他近光着手与我握手 应该是想通过握手来确认些信息 幸好我拜托爱伊皮特制作了人造皮肤 经过此次事件后 安逸的时间也过得飞快 在接下来的一周 我定期接收着其他秩序的行动 因前段时间安国公调查过一次后 这些人尽量避免在学院直接接触 私人聚会也都在学院外举行 其中让我关注的一点是 有三名第三秩序的人被警方抓住 而这些人被抓的原因 竟是因为我的学员干涉所导致 这些学员就是我关注过的爱丹警 原来社会底层出身的学生 可以通过接委托任务来赚取学费 刚好在这途中发现了境外的第三秩序 既然如此这些所谓第三秩序 也没必要过多管 因为不需要被学生欺负的家伙 黎明慧的情报大致了解 那接下来该开始第一轮的正式考试 不知道听我课的这些学员们准备的会怎样 当然在我的魔法见识下 没有一人敢尝试作弊 比试考试也很快结束 而通过这些人的表情也不难判断 大部分考的应该不是很好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一份我自制的考试试卷 却引起了校长的注意 而且我的试卷内容在校长看来都很震惊 试卷不仅要求了学生的监视基础 还巧妙地设计了一些陷阱 这是一旁的管家询问的 路德格和克里斯水平熟高熟低势 校长急忙白白手 因为在他认为这俩根本不可能相提并断 那位克里斯老师的试卷 有的仅仅是一堆炫耀自己的专业术语 而与此同时的克里斯正如校长所说 一脸不服气的表情 只因校长还特意找到他 还让他参考路德格老师的试卷 竟然让自己与没落贵族的人相比较 这份耻辱克里斯又怎能忍得了 接下来是塞琳娜老师的实战演练 我本打算去批改试卷 但看他第一次组织考试还有紧张的样子 我只好答应他的参观请求 他这次准备的考试内容是 与精灵缔结的契约 是利用自己的魔法 通过与精灵交流来和他们成为朋友 紧接着双手一合 五彩斑斓的数个精灵浮现在他的周身 而这也是此次考试的内容 随即在学员的尽力尝试魔法时 塞琳娜走到我身边 可他周身的精灵却在发抖 这些精灵明显是不敢靠近我的周边 只因我自己知道 我的特殊体质是不被精灵所带点 而就在这时我突然感知有人在监视 是躲在树林之中的高级火焰精灵 竟然连对精灵敏锐的塞琳娜也没有察觉 这就有可能他并不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精灵 看来是人为召唤 专门负责监视的用途 而我所知的能有如此实力 应该就是躲在塞奥伦的第一秩序 此人到现在一直没有什么动力 而此刻却突然出现 还只是安静的在一旁观察 而且不像是发现了我的假冒身子 为了测试他的用途 我特意走向没人的树林 而就在我走到某处时 隐藏在树林的火焰精灵 慢慢的幻化出文字 今晚下课后在这里见 时间也很快来到当天夜晚 但对方却没有打算露出真面目 而通过火焰精灵交流 此人竟打算在塞奥伦学院制造混乱 甚至还打算邀请我协助于他 可我直接拒绝了这个建议 因为校长还在怀疑我 我并不想多出事端 甚至也获得了足够的情报 可就在我刚转身离开时 此火焰竟再次叫住我 说出了我近期收手下的情报 而在他的情报中 原本的约翰多乌是自己解决问题人 而这样的人竟然收了最基层的第三秩序 甚至还怀疑我和林志旭在谋划什么阴谋 这明显在试探我的角度 因此在他咄咄逼人的时候 我瞬间释放强大威压 警告他我能容忍一次的冒犯 但如果再有下次绝不会轻饶 因为真到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肯定有一个会明明 而我的威压也貌似有奏效 火焰精灵也瞬间化为乌有 不久后我也整理思绪 从火焰里传出的声音明显是位年轻女性 而且还是能召唤高级火焰精灵的精灵师 首先值得怀疑的就是精灵学的老师和学生 还可以把范围缩小到能操控火焰 据我所知学院很快就要举行新人教师欢迎会 或许在那一天我能找到这个第一秩序 殊不知当我返回学院时 我的一举一动早被艺人暗暗监视 原来当我进入学院后一直热衷于教师工作 所以引起了他的怀疑 通过刚才的接触 他虽然打消了怀疑 但刚才我急于火焰的威压 也让他察觉到了我的强大实力 我只是稍微打扮了一下 竟让众多老师痴迷不已 甚至连肥宅伯爵也怦然心动 但我却只顾着自己的目标 塞奥伦新人教师的迎新晚会 华丽而喧闹的大厅 陆陆续续迎来了此次的主人公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 就是突破魔法研究的路德格 然而我却不喜欢受人瞩目 在其他人忙着寒暄时 我打算赶紧脱身寻找另一个第一秩序 为了脱收我甚至把钱来套进口的肥爵也拒绝 只因在我认为连伯爵都被我拒绝 其他小喽喽应该不会再来搭讪 可就在这时 我突然听到塞琳娜老师的求救之声 原来是一名男子对他纠缠不清 于是毫无犹豫地挺身挡在美女身前 可这家伙当听到我是没落贵族的后代后 竟扬言自己是卢克公司的公子哥 甚至威胁我 还想保住饭碗就不要擅自插手 但塞琳娜的颤抖让我意识到不能善罢甘休 可就在表示我与塞琳娜老师已有约时 竟然还敢伸出贤猪手 真是个蛮横的家伙 难道大声嚷嚷自己是卢克的公子哥 所有人就得退让 连我一掌之力都无法摆脱的家伙 还对小心提醒自己的管家 在众目睽睽之下山一巴掌 我原本只想以塞琳娜老师为借口悄悄离开 没想到事态开始往奇怪方向发展 好在此时校长也闻声感来 而对着恶人先告状的公子哥 校长只是轻飘飘的广式 你们虽然是我们学院的赞助上 但身为公子的你还没有权利随意开除一位教师 而此刻卢克的会长刚好气汹汹看着儿子的丑态 幸好有校长的及时出面 可就在我认为闹剧会就此结束时 校长却突然提议道 为了避免卢克公子心里不舒服 还建议两人当着所有人的面 干净利落的决出胜负 搞什么呢 怎么突然又来这么一出 但稍微惊讶的我马上改变了想法 看着这些家伙一副难以释怀的表情 或许这样的话结果会更好 因为分出胜负之后就不会有后顾之忧 随即我也表示同意对决 但这家伙不会魔法 所以校长建议可以找人代替出战 可就在这家伙暗暗自喜 自己的助理是一位相当出众的魔法师师 下一秒却愣在当场 仅仅一个思考功夫 对决就已分出胜负 这一幕也让众人惊讶不已 随后在众人的各种寒暄之下 此次闹剧也真正结束 我现在得赶紧把注意力集中到原本要做的事情上 刚好被我解围的塞利纳老师提 自己要去精灵学老师们的聚会场所 还邀请我一同前往 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机会 当我抵达他们的聚会地时 没有人对我的出现表现出特别烦 甚至观察一段时间后 我没有发现丝毫线索 从上次的谈话中可以看出 那家伙的性格格外张扬就像是一桃火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她是不可能维持一颗平常的心 而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 原来是里内学生通过推荐 在此地应聘了临时的兼职 而通过她的观察有好几名学生也在此地 刚好这时塞利纳老师也补充到 自己的助教也在做兼职 还特意夸奖她是个对精灵学 很有造诣的一年级新生 她叫乔安娜拉维特 这也刚好给我的提示 因为是高级火焰精灵 我没有太关注这些学生 而此刻乔安娜的举动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这是要去哪里 可我紧随其后发现 只是去放了个空盘 我好像有点太过敏感 在这样下去原本能发现的都有可能错误 可就在这时大脑突然袭来剧烈疼痛 甚至还浮现各种幻听 我急忙来到阳台 猛灌几粒药丸 刚刚为了迅速决出胜负 我消耗了太多魔力 片刻后得到缓解的我再次前往聚会厅 而我不知道的是 我的这些举动却被克里斯全部看在眼里 可浑然不知的我 此刻被眼前的一幕惊讶不已 只因在聚会厅内庞大的火焰怪物 袭击着在场的众人 难道这就是第一秩序所说的恐怖事件 好在精灵学派的几位教师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与怪兽战斗 但除了这些老师外 其他的贵族却没能信任 而且能达到此等程度的高级火焰 这是能与六级魔法士匹迪的高级精灵 而让我意外的是 原本已接近自然形态出现的精灵 此刻却幻化出人形模样 紧接着我也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居然是利用媒介来得以现身 而这样的最大优点就是 可以隐藏召唤者的真实身份 而且通过精灵出现的位置来分析 媒介位置应该就是正中央的银色盘子 乔安那拉维克 他果然就是隐藏的第一秩序 可我打算追逐他的时候 岩石之下竟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里奈 这家伙竟对同样的学生也痛下杀手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险些地将里奈救出于火海 而对于我的突然出现里奈惊讶不明 甚至在我的一系列举动下 他的内心突然产生了陌生的熟悉感 老师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了 这一句话却让我咯噔一下 只因他的身上隐藏着我的秘密 我不希望他察觉到这些 随即我在他的伤口处涂抹药物后 让他尽快逃离危险之地 而你我去只前往了火焰精灵所在之地 因为那个人触及到了不该有的底线 既然如此 这场火花盛宴就到此结束吧 刚刚踏入陌生城市的他 却在第一时间撩拨美人 在我设法挽回他的男贪形象之际 他竟然质疑我的邀约 更是直言是否要带他攻略帝都的所有美女 而我一向冷酷帅气的形象 仅仅一秒就被践踏得荡然无存 而我招揽这个家伙的唯一原因 恰好就是因为他是专攻于美色的职业骗子 可与现在的情景不同 昨天夜晚的袭击事件依然是历历在目 塞奥伦魔法学院的精灵学老师 安吉拉和维埃拉诺 他们正用擅长的精灵全力抵抗着狂暴的火焰 但他们如此齐心的攻击 却只能给火焰带来轻微的创伤 甚至在片刻后还能再次生出新的魔爪 通过片刻的交战 他们居然发现 几方的战力根本无法战胜眼前的火焰 而此刻校长却偏偏不在 或许说这是敌人故意挑准的时间 可就在绝望之际 火焰的后方一套黑影突兀的浮现 他竟然是路德格切莉西 而且在他的攻击下 这只火焰精灵居然表现出奇怪的动作 就像是在保护某种东西 而顺着举动他也很快发现 这家伙是通过媒介才得以召唤 而与此同时的我 因为之前过多的魔法消耗 虽然还无法使用大型魔法 但解决他的媒介 我还是有很多办法 随即伸出法杖凝神法力 而下一秒一团洁白冰花 瞬间凝聚在魔物的媒介跟前 随着一声清澈的破碎之行 火焰精灵的躯体开始暗淡 紧接着携带着怨恨的目光 渐渐地消散在众人的眼前 不久后当一切尘埃落定时 维埃拉诺找到了我 还歉意地表示自己身为精灵学老师 却没能及时发现他的弱点 在他认为 人类和精灵之间的签约是相互平等 因此人类很少使用精灵讨厌的强制召唤 而且他还从未听说 竟然会有精灵如此宗悟人类 只因精灵大部分代表大自然 应该说是对人类没有太多想法才对 但下一秒他的话风突转 询问起我的魔法是否是跨越了空间限制 因为在他认为我刚刚施展的空间魔法 即使是在怎么熟练 也不可能如此轻松地操控 或者说我有升聚来 既有超强的空间感知力 紧接着想到这里的维埃拉诺 直接切中要害 请问您在身体状态不好 或者使用魔法的时候 是否会有奇怪的症状 就比如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而我还未回答 他却接着说道 有一些人天生思维扩展远超他人 虽然大多数人将这些人比喻为天台 但两者却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天台是打破既定框架 那前者是根本没有框架的存在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 那些束缚自身的框架 其实是一道保护自己的坚固屏障 但对于他的解释 我只是表现出好奇的神态 且并没承认自己的状况 就这样我们的交谈即将结束时 我突然有了一个好奇的想法 如果这些人能听到外界生物的声音 那会不会有比这个更严重情况 而在维埃拉诺的认知里 一般人仅仅是听到这种声音就很难支撑 但假设有人真的坚持到了下一阶段 应该就能感应到那个传说的东西 那就是可以直接和神的接触 第二天的清晨 报道中详细记载了袭击宴会厅的事件 损失最惨的就是帝国的高层人士 如果第一秩序的目标是这个的话 那应该成功了一半 而我也有相当的收获 知道了此人的真实身份 虽然我也想过是否该给学院透露他的消息 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次他的第一次行动 如果身份一下子被揭穿 那么黎明慧肯定会最先怀疑我 因为是我消灭了那个精灵 而这时下一道新闻却让我皱起了眉 此次昆斯特拍卖行的主办方 竟然是那个卢克的公子哥 同时一道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也是今天约好的另一位主人公 黑玫瑰维奥莱塔 而今天目标就是观察贫民窟的变化 他也没有让我失望 短短的几天功夫 就将原本死气沉沉的平民窟打造的朝气蓬勃 甚至其他的组织也在有条不紊的开展的我的各项事业 斯尔库斯打算用音乐剧代替马戏团 奥德基斯正准备新的杂志设 而接下来的就是我委托黑玫瑰的服装事业 也不难看出他对我的建议相当有信心 通过平民的服装慢慢吞噬高端品牌 改造方面既然达到了我的预期 那也该带他去见见新的合作伙伴 而我要引进的就是这位 正在调戏梁家妇女的英俊男子 也就是我特意邀请的新成员亚里斯 而对于这副轻浮模样 黑玫瑰立马露出不淡然的表情 可就在我极力挽回这家伙的形象时 老大我们这次又要去找什么样的美人 真是个不省心的家伙 我只能提醒黑玫瑰要小心提防这个小子 因为这家伙就是个职业骗子 不久后我带着他们来到了组织的秘密基地 而迎接我的却是一脸憔悴的汉思 当我以为这是因为调查工作太过繁诵 结果下一秒我就知道了真实原有 老大好久不见 原来这家伙也到了呀 我的下一个伙伴佩他呢 他如大家所见是一名负责制作药品和火焰的金人 这时剩余的两个伙伴也冒出了深情 阿尔法和潘托斯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基本的自我介绍吧 首先这位阿尔法是是我为父亲的男孩 他出生没多久就遇到了我 而我也教他了不少东西 接下来的这位潘托斯 当把帽子摘下的瞬间 顿时让众人惊讶不理 因为他是极其少见的兽人组 甚至他的实力是可以组织一方的强大存在 但他始终无法战胜我 后来索性成为了我的伙伴 他在组织中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实力者 最后一位则是身旁的维奥莱塔 是否是我的邀请太过堂图 看着眼前各种怪物般的存在 完全丧失自信了他 扭扭捏捏的不敢应允我的请求 可是他要是没有能力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带他来到此处 随即我再次真诚的建议 希望他能加入我们组织 因为他完全有资格加入我们 最终八位组织成员正式介绍完毕 这些人可是从认识的人中 挑选的最优秀的几个 当大家聚在一起 使我才有了真实感想 这战斗力简直超乎了我的预期 那么接下来就是公布第一个目标 我们要将即将举办的拍卖会现场 洗劫一空 当然对我的目标众人表现各不相同 在亚里斯的记忆里 到目前为止 昆斯特拍卖行还从未失手过 甚至再加上前段时间帝国骚动 他们的安保工作还会更加加强 但在这一系列的不利因素下 我却依然表现出自信的神态 亚里斯好奇地问我是否有应对之策 随即我叫汉斯取出计划的核心部分 这是从建筑负责人处弄来的实际图纸 而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就是这里 无论是在哪个时代 英雄总是难过美人观 黑玫瑰只不过展示了略微的魅力 就能让要职人员神魂颠倒 卢克公司举办的昆斯特拍卖会 在上次宴会时被我一顿羞辱的公子哥 正打算通过此次拍卖会挽回自己的营面 刚好前几天打听到 今天会有一位重要客人来访 而此刻一辆豪华车停在门前 下车之人一看就是华丽的打扮 分明是一位身份尊贵的子 而他就是等待已久的南部贵族古阿尔木斯拉大人 随即就毕恭毕敬的安前马后 可刚刚踏入大厅时 贵人指着身后的保险箱说道 这是自己来的路上收到了一件贵重物品 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保管地方 就在他好奇这是什么物品时 贵人隐隐约约的泄漏 是通过魔灵液体制作模式的项目 因为内容太过重要 需要一个安保系数超强的保管之所 而感觉到机会到来的卢克 急忙挺身而出 强力举荐自家的地下室 随即得到贵人的示意后 欢快地带着他们前往保管室 可此刻贵人却轻声说出奇怪的话 我是乌哥 我要开始实施计划 感到异常的卢克虽然好奇地转身 但他却表示 这里装修过于豪华忍不住的惊叹 然而让卢克没想到的是 号称南部贵族的家伙 其实是职业骗子亚里斯 而这身华丽的服装 是出自于维奥莱塔的手 再加上能够与外界联系的 便携式通信工具 据我所知 最近卢克公司 好像涉足制造魔法工具 而且魔灵液刚好 就是其中必须的原材料 如果用这个当作诱饵 伊万卢克肯定会想办法拉近关系 而这样他们就可以 明目张胆地观察保管室的内部结构 首先需要通过钥匙控制的升降机 保管室在地下大约30米左右 而且还发现 他们居然有远距离观察保管室的人工装置 可是完成侦查任务的亚里斯 自信地表示几方能够侵入目的地 那接下来只要按照计划 以伊万卢克道别后将信息带出极客 可突然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而纹身忘却的他 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女人竟然是自己的前女友 恩雅乔纳斯 而且她还有更可怕的身体 帝国安保局的夜行者骑士 好在没有被发现 避免了尴尬事情 是一致 重要的是保管室共有三个房间 根据物品的重要程度存放 价值高的物品应该在数字大的房间 而拍卖会一共要进行三天 所以贵重物品应该会存放在三号保管室 而听到分析的我决定在第二天实施 只因拍卖会第一天会受到各方关注 而第三天的物品贵重 很有可能加强警戒 但其中唯一变数就是 多出来的这些安保局人员 好在只要亚里斯做好准备即可 现在搜集到的情报和目前的情报 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因此接下来就按照计划照常进行 可当你认为计划一切完美之时 意外的变故就会随之而来 而此人正是拥有水质色度称号的 斯嘉侦探凯西·塞尔诺尔 他来皮勒贝特的原因 是听说近期发生了 可疑组织的活动迹象 而他通过事件的痕迹 敏锐地察觉到 此事跟詹姆斯·诺里亚地相关 他甚至是与詹姆斯 在瀑布上进行过生死决斗 虽然众人都认为那件事情过后 詹姆斯就陨落在了悬崖 但只有他认为对方还没有死 而且通过近几年搜集的资料 也发现诸多一点 就比如五年前在杜尔曼王国 当异常的神秘生物 袭击当地市民 而猎杀这只可怕怪兽的人 却只留下积累的名声后 销声匿迹 还有四年前的帕塔利王国 在这个贵族抢取豪夺 而即将灭亡的国家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怪党 仅仅一年的时间 偷取很多宝物后 再次销声匿迹 三年前的德利卡王国 引起这场战争 走向胜利的主角也一样销声匿迹 而在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同一个人 更是在他的推测下 此人最后前往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皮勒贝克 总之能将一个王国搞得一团糟糕的坏人 自己是绝不允许对方活着 紧接着他所选择的落脚地 正是昆斯特拍卖行 很快拍卖会第一天正式开始 陆陆续续前来的各路贵客 与此同时 不明身份的成员也开启了正式计划 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 首先是找到升降机入口钥匙 可原本应该是亚里斯和维奥莱塔 该执行的任务 却偏偏刚开始就遇见可怕的前女友 也只好维奥莱塔不自圣人 那位帅气的大叔 请问您是这里的员工吗 找到目标而假装畏醉 我好像喝多了点 您能送我回房间吗 顺其自然地使用美人计 果真不管哪个时代英雄难过美人观 当维奥莱塔表示自己喝多忘记和好时 工作人员居然将他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甚至还体贴地让他在此地休息 可下一秒 工作人员却将房门从内反锁 还慎人地慢慢靠近 要不在你清醒之前 咱们来玩点有趣的游戏吧 黑玫瑰的计划之一 使用美人计窃取升降机的钥匙 男人果然是个体贴的动物 甚至还将危罪的美人 特意带到自己的房间 更是为了安全起见将房门反锁 带着微笑要与美人来断深度交流 可如此绅士的举动 下一秒却遭到狠狠的暴力 原本已经醉熏的美人 竟然能有如此的距离 仅仅一个照面就将自己神魂分离 而原本弱弱的黑玫瑰 没想到自己一拳就能把它打趴下 仅仅的魔力强化肉体 竟能如此强悍 接下来就是好好寻找需要的钥匙 与此同时的拍卖现场 正推销着第二天宝物 而此刻拍卖品是 传说中的由人与眼泪凝结而成的人鱼之类 其拍价甚至达到了一千万之多 这一幕让帝国的三公主感到无法理解 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破了她的思考 虽然很漂亮 但她却是假货 不知何时身旁居然多了一人 而且通过对方的名称 公主马上想起她竟然是赫赫有名的侦探凯西 而让她更好奇的是 她来到这个城市的原因 竟是收到了昆斯特特约邀请 而且还通过她敏锐的直觉 像这种大型活动肯定会发生特殊事件 与此同时 指挥着众人观察大局的我 正打算与其他成员会合时 却碰到了最不想遇见的扫把星 还为了显摆自己的身份 假装安排两个护卫 说是为了好好接待 其实只不过是想借机成威风 但这也确实打乱了自己节奏 只能启动第二计划 要求汉斯与阿尔法投入机动人员 可这俩明明躲在偏僻的巷子 竟然遇到了巡逻的警卫 然而与毫无战斗力的汉斯不同 阿尔法却毫无畏惧地转身直面 而且在对方尚未反应之前 直接挥出凶狠的一击 瞬间将警卫当场激晕 甚至更让汉斯惊讶的是 阿尔法除了彪悍的武力 还具备超强的模仿 只因在其他警卫纹身赶来之时 瞬间模仿一模一样的声音 将前来的警卫直接打发 汉斯看着天真无邪的表情 真无法想象这孩子还隐藏了多少 而同时的亚里斯 为了躲避前女友 居然在楼道里站到了现在 可就在推门打算寻找黑玫瑰时 一位美女竟直接扑到她的怀里 只是与表面上的相互问候不同 两人通过隐秘的动作交替着重要的钥匙 前端部分黑玫瑰的任务已顺利完调 那接下来就是前往升降机 也与他们的预想一样 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比平时多了很多 而为了应对这一变故 他们也早有了详细的对策 我这里是威尔斯准备行动 随即娇小的身躯穿梭在人群 可他的所到之处却突然冒起门烟 而这一变故顿时让众人惊恐过安 为了及时安顿这些贵客 他们竟调用了升降机的警卫 仅仅留下两人来把守大门 而下一秒他们却连踩票都未能发出 直接被潘托斯一拳撂倒 甚至将精致的台甲打出了变形 紧接着入场的事 已经变装完成的汉丝组合 而与此同时的我还在被护卫监视 但从无限里传来的消息 可以看出计划进行的相当顺利 可就在这时一个熟悉身影映入眼帘 凯西塞尔摩尔他怎么在这里 我还记得当时在瀑布决斗时 这女人竟不要命的要与我同归于尽 甚至还说既然无法制服 那就算献出生命也要铲除我这个恶人 这家伙是拥有水质色度的超强存在 如果他出手妨碍 那我们准备的精心计划 很可能就会化为泡影 但好在看他悠闲的表情 应该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行动 现在只能盼望 其他成员能安静迅速地处理完这件事 与此同时监控室内 保安们正百般无聊地看着屏幕 在他们认为不可能存在 能洗劫昆斯特的胆大包天的家伙 只因这里不仅有顶尖的警卫 还有配备刀端远程监控装置 可就在这时原本平静的画面 突然闪烁不定 当他们以为是自己的眼花 可下一秒屏幕中 竟然有人挖地洞钻径 这可是距离地面几十米的深地 纹身赶来的亿万卢克 立刻召集全部的安保人员 居然有人敢挖洞盗窃 那就留几个人查看附近下水到外 将剩下的人分成几个小组 前往地下捉拿小被 而自己则是前往监控室 全局掌控捉拿行动 而他的计划就是将最重要的 三号保管室的东西 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 在此期间 其他行动组 去二号保管室抓住盗贝 然而全副武装的警卫 浩浩荡荡地赶到二号保管室时 里面却空无一人 而且还没有一点入侵痕迹 所有的东西也完好无所 然而监控中却明明有盗贼正在搬运 可下一秒画面突然一转 这才显示出下派的警卫人员 这画面竟然是假的 当亿万卢克无法理解其中的变故时 身旁的管家突然意识到 通过调换画面能起到的最终效果 那就是想通过二号保管室的画面 转移他们的视线 而真正目标一开始 就是冲着三号保管室 可刚想调动行动组 却传来上升机已被摧毁的噩耗 但是以至此 卢克还不敢向警察局请求帮助 只因一旦事情传出 此次的拍卖会即将彻底倒达 就在他茫然的不知所措时 管家当机立断地表示 只能亲自前往阻拦 然而想要推开的大门却纹丝不动 竟是小矮人在外把大门牢牢锁住 而这一切就是他们的计划之一 制作一个调换监视装置 将所有安保人员完全分离后 再通过假扮成安保的成员们 进行完美的盗窃 他只是轻微地施展了血脉之力 却让整个帝国为之震动 甚至被称之为地狱恶魔 只以为当他的出现 随即而来的是一场腥风血雨 然而不久之前 帝国中拥有最强安保的昆斯特拍卖行 在我们的精心策划之下轻松被化解 成功洗劫了最贵重的三号保管室 然而因为我一直被监视 为了确保碎片的真实性 汉斯再次变装返回拍卖行 可此刻其产生的变故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 只因外表憨厚的大叔 看到汉斯独自在大厅 竟毫无征兆地施展魔法 而这击也直接击中了汉斯的内心 奄奄一息之际想起了与大哥的交心 自己曾经问过老大 明知道自己是胆小鬼大哥 却为什么接受我 而老大的回答却让他振奋不已 只因自己是胆小鬼反而更适合 因为你很清楚你自己的隐藏力量 也知道内股力量有多危险和多大的责任 因为汉斯知道 如果哪天动用内股力量 生怕自己控制不住伤害无辜 但老大却鼓励自己 如果真遇到无法面对的现实 但你又想与之对抗 你就在最后关头使用这顿 因为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汉斯知道这把匕首代表什么 但老大明知道使用此物会带来的后果 还担保一定会保护自己 可眼下的场景貌似应验了当时的预言 这些人不仅知道是我们引开的警卫 还知道自己手上拿着的是文物的碎片 这明明是老大最为渴望的夙愿碎片 竟然在自己手中被人夺走 这是自己绝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即使后果在严重 自己也要替老大守住这个东西 如果过来的人是其他伙伴 或许东西就不会被夺走 所以我不允许自己太弱 我不能拖大哥的后腿 既然已经到了最后一刻 哪怕我将失去理智 我也要拼尽全力 随着最后的决心将匕首刺入手背的瞬间 汉斯的身体开始变化 臂长开始发芽 身躯开始变大 甚至整栋大楼也开始晃 然而在另一边 拍卖现场的众人听到爆炸声 还未反映这事何故时 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现场 甚至带头的大哥 在众目盔盔下竟敢当场行凶 更是直接对着众多贵族开始投杀 这些人形式风格看起来分明是强大 可就在我思考他们是如何潜入时 一名歹徒居然直接朝我冲来 紧接着撕开上衣露出了军用炸弹 这一幕与曾经看到的那些手法一模一样 他们绝不是单纯的强盗 千军一发之计我单手施法 显知又显得将他当场击毙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安保严格的拍卖行 早就师长火之承诺保护了整栋大楼 可这帮强盗却能引爆炸弹 然而噩耗也并没结束 从不远处我竟察觉到了黑暗魔法 这群人除了强盗还有战士和黑魔法师 可突然大地开始荒动 一股熟悉的气息蔓延在整个大楼 难道是汉斯动用了那股力量 画面一转 帝国的第三公主惊险地逃出了拍卖行 可她尊贵的身份 却早被这些强盗盯上 而且听他们的口号 明显对贵族们带有强烈恨意 可他们的抱怨尚未释放 却被突如其来的水炮团团困住 甚至还无法引爆火药 原来这是姗姗来迟的凯西的手柄 管她是不是特制的火药 只要把她弄尸就无法爆炸 而前来守护的不仅仅是这位侦探 紧随其后的还有安保局的夜行者恩雅 可他们刚放松警惕 打算齐心协力逃离拍卖行时 同样也感到整栋楼晃动 还听到从未耳闻的怪物吼叫 而与此同时 早已离开拍卖行的潘托斯猛地回头 兽人敏锐地直觉告诉自己 从拍卖行处出现了猎物的气息 这是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强悍存在 而这一提示 瞬间让亚里斯想起了与老大的交流 这股气息难道是那个人 前段时间刚刚第一次小队会议结束后 自己曾问过老大 如果潘托斯是他们几个中战力第二 那第一是不是老大 可老大却回复那是除了自己以外的战力评价 而当他以为自己有希望战力排第一时 老大却给他撒了一波冷水 你的实力顶多能排到第三 而实力第一的人就是汉斯 画面一准 原本华丽的拍卖行瞬间崩塌 无数只夜狼同事吼叫 还有从地面突然爆出的巨大料仇 宛如从地狱中爬出的魔物 超过建筑的庞大躯体 血红的眼睛 还有那圣人的獠牙和恐怖的威压 甚至在全身各处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狼筒 然而在惊恐之余 竟然有人认出了这是何物 那个家伙 是那个家伙回来了 五年前在杜尔曼掀起了腥风血雨的 任我当怪兽 他不过是轻轻踏入虚空 却令地狱恶魔惊恐不安 要知道他可是能摧毁整个国家的可怕存在 如今刚刚冲破封印露出身形的怪兽 仰天发出血纳 而震惊的众人尚未逃远 就看到一只庞大的怪兽穿他重重建筑 直接将魔爪伸向毫无战力的贵族群体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剑光切断了魔抓的线路 姗姗来迟的正是帝国克拉沃克骑士团 不管眼前是什么怪物 市民的安全是最为重要 他们相信只要集中火力必将打败此怪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己方的战力尚未稳住阵性 该兽就将魔爪拍向自己 虽然惊险地躲过了一击 可他们如何分散 怪物的攻击总是紧随其后 真无法想象 那么庞大的躯体竟然有如此迅速的动作 而同时的另一处 大楼即将崩塌之际 凯西和公主们也找到逃亡的空隙 当他们从高处一跃而下时 硕大的水珠将他们包裹其中 稳稳地降落在地面 然而刚一抬头迎接他们的却是庞大的怪兽 通过他的外形凯西一眼就认出 这是五年前出没于杜尔曼王国的 热卧当怪兽 但眼前的这只怪兽 与自己在博物馆看到过的尸体有所区别 五年前的赫尔辛曾制服过一只热卧当怪兽 还有詹姆斯最后的行踪也在这个城市 而这一切足以表明内的男人肯定也在这 那现在先将这个怪兽制服 再救出他的尾巴 随着魔力的调动 周围瞬间凝聚庞大水源 紧接着像锁链一般缠住怪物 看到停止动作的怪物 克拉沃克骑士团也顺势加入攻击 然而怪物的力量却远远超过凯西的预想 甚至下一秒 当怪兽吼出撕裂般的内涵时 困住的魔法瞬间被击破 甚至自己的魔力也无法凝聚 这怪兽的嘶喊声还具备干扰魔力 但自己要是只有这点理论 又怎么好意思配得上那些称号 随即来了傲气的凯西 强行提升魔力 请客间召唤出水系士兵 怪兽也再次陷入被堵局 然而同一时刻 解决完劫匪的一众余孽后 感到现场的我却不急于出手帮助 汉斯竟然决定使用这股力量 内心肯定不会轻松 但此刻我却不能贸然阻止 但我稍作准备 希望你再坚持一下 克拉沃克骑士团和凯西的合力 也确实奏效 身躯的狼头开始掉落 然而让凯西不安的是 怪兽肩膀上的那张脸 再次散发出圣人的眼神 可与他的预想不一样 当撕裂的内喊声过后 自己的魔法并没有被击破 可下一秒地面却开始震动 伴随着无数个嘶嘶声 从不远处有一团灰尘飞速前来 片刻后凯西就知道了这是何物 他竟然是数以万计的老鼠群 这一事实超出了凯西的认知 这只怪兽居然还能召唤其他动物 而且偏偏是自己最怕的毛鼠 他虽然紧急施法挡住了鼠群 但他们竟然还沿着屏障爬了上来 好在面对低级兽群 其他人员也纷纷上前献出一份力量 可对于御敌的克拉沃克骑士团来说 恶号还远远不止 只因这些鼠群竟有目的地走向掉落狼头 而且和砍掉的狼头竟然开始结合 形成了一个新的神秘生物 他竟然是拥有可以自我繁殖的血质液 现在事态早已超出了他们的控制 如果在这里不能拦住这些怪兽 那这座城市将会笼罩在热卧当的噩梦 星形魔物的增加 源源不断的属群 此刻凯西的魔力也慢慢见底 甚至在他们的一眨眼功夫 怪物群反而变得更多 然而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 这些怪兽们竟突然停止了攻击 只是呆呆地望向一个方向 而不久凯西也知道了缘由 这熟悉的身形和恐怖威亚 他就是自己寻找的詹姆斯莫里亚 他虽然隐藏了自己身形 但在怪兽面前能如此的泰然自如 再加上刚刚感受的压迫感 绝对是自己寻找的那个人 或者说怪兽们也本能地感受到 那个男人才是这里最危险的居然 而此人正是乔装打扮的我 很明显现在的汉斯没能认出我来 这也是能够理解的情况 因为他不可能顶得住怪物的狂径 但我能感受到汉斯还在那股身躯 所以拯救于危难之中的手下是 我这个队长该做的事情 踏空飞行 瞬间闪现 下一秒我的身体就突兀的出现在怪物的灰心 紧接着取出利刃刺入左眼 在跳跃的同时 瞬间砍落无数个狼头 然而让凯西无法理解的是 原本拥有再生能力的狼头 竟然开始慢慢消散 当怪物痛苦的挣扎时 我却再次出现在空中 随即抛出数个药品 当它破碎华为烟雾的同时 众人们才反应过来这竟是催泪子 但下一秒怪兽仿佛拥有营制版 将已经腐蚀的狼头全部抖落 打算用新的生物来代替 但闹剧也该差不多结束 随着我的手掌接触到地面的同时 突兀出现的两根柱子刺入怪物的手心 紧接着掏出一把手枪 对着嘶吼的头颅直发一枪 而就在怪兽痛苦的弯腰之际 一个蒙面人将硕大的针管刺入他的背部 而随着药剂的慢慢注射 怪兽的身躯也逐渐变小 不疑会赤裸的汉斯出现在众人眼前 而这些人正是全副武装的其他成员 既然汉斯问题已经解决 在骑士团赶来之前想要赶紧撤离的我 却被一直在暗中观察的凯西挡住了去 甚至还直言詹姆斯莫里亚地名称 看样子此女已经确信了我的身份 既然如此我也没必要再做隐瞒 凯西好久不见 看来你一点也不好好珍惜自己的性命 继续假装不知情 应该才是对你最大的好处 而对于我的威胁她却毫无畏惧 甚至还说出我隐瞒过的所有身份 亚伯拉罕范赫尔兴 亚森罗宾 马基亚维利 这些都是我在每次活动时切换过的身份 这一点确实让我有点意外 她居然通过蛛丝马迹能将这些联系在一起 虽然知道她的推理能力很强 但真没想到能追查到我过去的行动 现在就算从这里逃走 她肯定也会一步步的接近 而现在的我又是以真实的样貌活动 如果被发现确实有点难办 而为了没有后顾之忧 正打算再次将她解决之时 她竟然把我和黑色黎明慧联系在一起 没想到她会突然提起这个组织 随即我也改变了主意 这家伙虽然棘手 但实力也确实强悍 所以我要是能好好利用她 说不定还能成为撕咬黑色黎明慧的猎犬 然而她看出我们有了撤退的动作 毫不犹豫地施展魔法功效于我 虽然实力长进了不少 但以现在这种程度 还是无法阻拦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贝蒂和安保局恩雅也同时加入战斗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自己攻击尚未靠近 就被挺身的人员一一抵挡 而让恩雅最为惊讶的是 与之对抗的男人 防御竟然滴水不漏 就像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骑士 然而更让她震惊的是 对方竟能挡住从死角扔出的飞刀 就像是知道了自己的所有招式 甚至那股眼神也有种似曾相识 而这时黄色能量突然笼罩在他们周边 紧接着以肉眼可见速度集体飞升 凯西见此虽然急速赶来 但最终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远离 你给我等着詹姆斯 我一定会将你和你的组织斩草出根 对此我只是轻蔑一笑 我会拭目以待的凯西塞尔摩尔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开始了开始了 伪魔教师的第二季度正式启动 诸多谜团也会陆续揭开 在洗劫昆斯特拍卖行过程中 虽然有了一些小插曲 但整体来说还算顺利 刚刚被我们带回的汉斯 昏睡一段时间后终于找回了神志 虽然失去了变成怪物的记忆 但好在有个特殊体质 仅仅睡了片刻就恢复了健康 那么你既然活过来了 就把我要你带回的东西给我吧 还在蒙圈的汉斯听到我的话后 瞬间变得磕磕巴巴 那个大哥我好像弄丢了 然而看着这个迥样却有点心疼 别废话了 把你握在右手的东西交出来 这下他才发现 文物的碎片竟然在自己的手上 这小子是从变身接触后就一直握着他 而且不管怎么拿他都不放开 所以我就在这里等到他醒来 看着手中的碎片 露出满意的神态 辛苦你了汉斯 随即我让汉斯穿好衣服下楼到会议室 这次多亏大家不仅拿到了文物碎片 还顺便收获了一大批贵重宝贝 而且通过这次配合 各位应该也有所感悟 以后要一起活动的伙伴是些怎样的高尚 能变身怪兽的汉斯 能力挡夜行者骑士的亚里斯 还有拥有无数才能的阿尔法 随即在他们的好奇下 我也讲述了与凯西的相识 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德里卡王国 当时的王族为了引发战争 研发专门战力强悍的机器人 而我们就是在制造机器人的工厂里相遇 当然当时他只把我当作是作恶多端的劫匪 在那次行动中我遇见了阿尔法 我本以为其他机器人都被烧毁 没想到凯西身边还有一位 画面一转 离开拍卖行的当天夜晚 与阿尔法对弈的贝蒂刚好陷入无垫 当公主们惊吓地以为他没了呼吸时 凯西拿出一把钥匙 经过背部按钮的启动 再次让贝蒂重新生龙活虎 也因此说出了他与詹姆斯的经历 第二天的塞奥伦学院 报道中基本都是热卧当怪兽的信息 昆斯特派卖场的详情基本被抛在脑后 看到这些信息再一次想起了凯西 真没想到他竟然搜集了这么多 还把我的身份调查得一清二楚 我得向那些叫我詹姆斯的人下风口令 其中不幸中的万幸 应该就是把我当成暗黑黎灵魂 其实也没完全搞错 就像现在我的假身份也正好属于这个组织 随即在塞迪娜的汇报中 也听到了有趣的信息 因为新闻里完全没有提到詹姆斯莫里亚 报道了是克拉沃克骑士团消灭的怪兽 而他们的出现刚好引动了另一波士 布莱特斯圣国的圣骑士团 这个国家是一座和大陆分开的岛国 是信仰光辉之神的罗明西斯教团的大本 他们是以救赎人类为使命 专门狩猎异类和未知魔兽的同时 也举行着净化仪式 然而在他们所谓的一端 就是指人类以外的所有亚人住 但由于变质的教育和内部的苦难 现在的声望低落了许多 而让人疑惑的是 在五年前的热卧当怪兽的事件中 没有任何动静的他们 此刻却开始有了行动 说不定是因为国内继承仪式结束的原因 不管如何此事对于汉斯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接下来的报告是有关另一个第一秩序的情报 乔安娜拉菲是以第二军团身份进入的学生 拉菲这个姓氏是由黎明慧赋予的假身份 而通过塞迪娜的调查还掌握到 他是来自杜尔万王国 而且是当年罗腾大火灾的幸存者 这是十几年前的一门惨案 甚至至今都未查清火源原因 这也突然让我联想起 当时火焰精灵抱怨的眼神 而当时的幸存者居然还有其他两人 一位是书家皮耶尔 另一位则查不到任何情报 好在近期塞迪娜优异表现 获得了不少有用信息 接下来是该给学生们公布考试成绩了 全体排名就等下课后去公告栏确认 那么现在开始公布第一次考试的前五名 第一名是100分满分的佛罗拉 以及同样满分的朱利亚 接着第三名是戴希 第四里奈 以及第五雷欧 当我公布完成绩名单时 前五名中就有三名平民学生 让众多贵族学院感到不少 成绩公布也到此结束 随即开始正常的授课 今天要教的内容是魔力释放微基础的魔法阵 然而当他们认为这只是最基础的内容时 我却再一次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原本魔法阵大部分都是原型的形态 但今天我要教的魔法阵却有些不同 随即我画出了各种图文的表格 当学生们好奇新知识时 我随手轻轻接触 下一秒图文魔法阵中火源开始旋转 我能理解学生的惊讶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原型的魔法阵 魔力才能顺利寻转 曲线能使魔力顺利流动帮助循环 要是出现转角魔力就会随着惯性跑出去 然而我们图文魔法阵却顺利启动 原因是只要有帮魔力循环的媒介 四角形的魔法阵也能顺利启动 而这里的媒介就是每一格文字 除此之外它比原型好画 原型的魔法阵必须画得很简洁才能发挥效果 因此还有了专门画魔法阵的专家资格证 反制四角形只要在相同的间距记下标记 再连起来就可以完成 能够画得更快更简单就是它的优点 所以参考今天的课程和资料 我布置了今天的作业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型魔法阵 下课后的办公室 第一个到来领取奖励的是雷欧 随即我把组成的原始码的术士 当做了前五名的奖励 然而这原代码只是框架的四分之一 只有组合完成才能发挥它的作业 这也是我希望这些孩子继续努力的动力 但是能把自己的研究成功 当做奖励还是超出了雷欧的想象 老师的形象也在心中变得更加魁梧 但就这样回宿舍的他 突然看到同班的尤娜 正被一群贵族围绕在中间 甚至身在远处他都能听到尤娜的声音 我偏不用 你想怎样 他明明是身份尊贵的帝国公主 可此刻却没有贵族敢于追捧 甚至在学院中交不到一个朋友 死因他的姐姐独占了他的所有 更是将他当做了自己的玩具 不久前拿到奖励的雷欧刚离开办公室 就看到一群贵族正在欺负同学 而突然传来的杀气让他不仅打寒 可这些贵族浑然不知自己的威胁 还在这里耀武扬威 原来尤娜是兽人族 是为了想了解人类和更广阔的世界 才特意来到的塞奥伦学院 表面上刚才是雷欧替他解围 其实是帮这帮贵族保住了姓名 就刚刚那股杀气 下一秒就有可能与命当场 而这时艾丹和戴希也恰好赶来 就这样原本的三人组 通过此事貌似又多了一人 同一时刻领取奖励的李奈 刚走出办公室就碰到了公主 然而一向内向的他 这次竟然拒绝了公主午饭邀约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公主因为过于好奇还偷偷跟了过来 突然身后传来意想不到的声音 与李奈约会的人 竟然是学院中声望颇高的 佛罗东布尔克少爷 这一事实让他着实意外 一向冷酷而闻名的这位少爷 居然还喜欢花坛的兴趣 很明显这两位身份尊贵的主 并不对付 在相互挖骨中 李奈也知道了更多信息 在他眼里如此亲近的公主 在整个学院中竟然没有执行朋友 而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尊贵身份之外 他的姐姐艾玲地位太过稳固 如果是其他亡国的话 会因为继承权力而引发战争 但大皇女艾玲却不一样 只因他拥有身为支配者的一切 故而继承人的争斗根本无法成立 当然尽管如此 第三皇女的背景 对贵族们而言也很有魅力 但到至今无法交到朋友 甚至是远离他 原因也非常简单 帝国中本该被抛弃的兄弟姐妹情 却被大皇女本人拥在怀中 然而只有公主自己知道 姐姐只是需要可以玩的玩具而已 大皇女曾经也有过 没有支持者的时期 那时有很多人想除掉大皇 但在某个瞬间 这些人却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 不久后贵族之间 暗中流传着这种话 要小心大皇女的影子 与此同时 校长办公室内正在进行的激烈的争执 而主要原因是 因为校长擅自改动了魔法庆典的日期 魔法庆典是历史悠久的活动 也是向大众展示赛奥伦学院威望的机会 然而只有院长知道 调整日期往年也有时常发生 只不过这么大张期 就是为了抓住自己的把柄 但现在又不能明面拆台 只能带着微笑 因为近期帝国内各种事件所致 帝国的气氛也不太好 正好不久后还要有第二次考试 所以校长确认考试后是个很好时机 这时肥仔雨果还想反驳 却被一旁的助理狠狠打脸 那么你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只想找麻烦的雨果 当然没有更好的方案 眼看他陷入干大窘地 克里斯上前轻声窃语 随即再次有了主意的他表示道 既然已经将庆典提早也别无他法 但可以提出庆典有关的意见吗 在魔法祭典上举行的对战活动中 我希望加入全新的内容 谈话不久后 任教的老师一一收到了相关文件 提早举办魔法庆典 最近充满人心惶惶 借此转换一下气氛也很不错 根据上次迎新会的推测 乔安娜应该肯定会 基于这次人满为患的机会 而对付她的办法 就是看准时机 偷偷出手让她的真实身份暴露即可 而让我莫名不安的部分 就是这个罗腾大火灾 乔安娜是火灾幸存者 更让我在意的是其余的那两个人 随即我下定决心 尽快前往罗腾 画面一转 杜尔望王国罗腾村站 变换身份的我带着汉斯来到了此处 因为幸存者中还有一位在这座城市 然而汉斯以为陷入废墟的城镇不会有人事 山顶处有个身影正在作画 他应该就是我们此次的目标 而此人也确实了得 明明遮住了双眼 却能画得栩栩如生 而且不仅拥有领悟魔法 还具备精灵亲和力 只因通过乘风而来的气息 就能知道 我就是解决这个残酷事件的英雄 我也没有隐瞒直接说出了我的目标 希望你能告诉我 除了你之外 罗腾大火灾所有幸存者的事 随后此人讲述了一段故事 原来他因为有魔法天赋 曾有过贵族老师 但自己对绘画更有兴趣 所以时常被骂 当时的老师甚至还把他的画笔都给折断 最终他没能忍受的种 逃出了老师的手掌 之后四处流量定居在罗腾 但熟悉陌生的一个环境并不容易 那时有个女人开始出现 当我疑惑此人是谁时 皮耶罗直接取出画笔 在空中随意笔画几下 下一秒栩栩如生的城镇就映入在眼里 竟然利用绘画模仿 将记忆中的过往画出了世界 紧接着我们在她的带领下走进了城镇 形形色色忙碌的人 忽然一个女人慢慢地走近 据她的回忆 此女总是开朗地笑着 对所有人都很亲切 不知是否因为自然亲和力很高 精灵们也很喜欢她 而她的名字就是 女人只是看了男人一眼 却惊动了整个天地 她的痛苦颜色开始变化 连服装和发色不再稳定 而她就是我苦苦寻找 另一位神秘的第一秩序 当我们靠近画中的美貌女子时 皮耶罗也说出了她的真名 她叫艾斯美拉达 自从有了她的帮助后 流浪在腾罗的皮耶罗也得到了安定 此后的城镇充满着欢声笑语 但当一个男人出现时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位贵族魔法师来到村子 并且对艾斯美拉达说出各种花言巧语 单纯的她连一点疑心都没有 就相信了她的话 还接受了贵族的求婚 当然这并不是真正单纯的爱意 因为她只是想要她超高的精灵亲和力 虽然村里人听到求婚的消息也很担心 大家都不希望 她因为险恶的贵族而活在不幸 但对面是贵族 为了担心反抗后的后果 前期没有人敢出面提醒 但最终还是有人鼓起勇气开始阻止 然而结果是触目惊心的悲剧 在过去的杜尔望王国如果平民反抗 就等于是造反 因此在贵族的一声令下 村民静一瞬间被屠杀干净 甚至还意犹未尽的贵族 将整个村庄稍为屏蔽 全形毕露的贵族却没给她任何机会 甚至还想通过此事 让乔安娜知道反抗贵族的下场 眼前的惨状让她无法接受 直到昨天为止 这里还是充满笑容的村落 然而只在一夜之间却被烧光 她的内心开始愤怒 仇恨开始萌生 甚至在最后开始凝聚出凶恶的火焰 当她再一次站起身时 眼神里仅有只是仇恨 因此她将剩下的士兵全都烧死 自己也离开了村子 而皮耶罗也在那场火灾中失去了势力 但她能在火灾中性命 是因为有个女孩救了自己 而女孩的眼神中除了对于贵族的仇恨 找不到任何的感情 随即少女也离开了村落 但最后自己也没能知道她的名字 这些就是皮耶罗所知道的全部 分手前她还特意拜托我 希望我能帮助乔安娜和那个女孩 战争这份悲伤 因为他们说不定还在某处坚信的奋斗 这么说来杜尔望王国的衰退是必然 虽然阻止了藤罗果灾的真相传到国外 但他们无法躲避内部国民的法眼 阶级间的矛盾再加上平民积累的愤怒 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王国的大多数贵族跑到了国外 接下来的线索就是先查明当时贵族身体 杜尔望王国三十岁左右起金发的魔法师 因为说不定他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时间也飞快 重新回到塞奥伦学院的我 刚好收到了最新规则的魔法庆典 此次添加了教师之间的魔法对决 而且提议的人是与谷布尔太阳 很明显是希望贵族夺冠提升地位 但近期本来就忙得很 竟然还要在这种事情浪费时间 话说回来 自从教师迎新会结束后 黑色黎明会就没有一点动静 刚到这里时与汉斯的连接器发出了光芒 他也终于找到 符合罗腾火灾罪魁祸首的具体信息 费比乌斯公爵家通过汉斯的调查 在杜尔曼王国只能打听到五年前的信息 而且让汉斯琢磨不透的是 这个家族的相关人员在一定时间内 居然一个个的神秘消失 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 最后传出他们家族受到了诅咒 不久后即便是在没有一点火种地方 也有人身上会突然起火 甚至还发生了上一任家族被活生生烧死的情况 当我问起现在还剩下多少幸存者时 汉斯的回答让我一惊 庞大的权贵家族禁止剩下了一人 而他竟然就在塞尔伦学院 片刻后我就独自前往了该住址 然而敲门却仍没回忆 甚至通过堆积的信件和没有打理的周边 当我认为这里有可能没有人居住时 突然一道身影冲出大门 甚至对我施展魔法攻击 好在攻击强度不算厉害 在抵挡攻击的空隙 上前压制 瞬间将对方制补 你到底是谁 从刚开始就鬼鬼祟祟 你难道是那个恶魔派来将我灭口了吗 不管是谁派来 如果我打算将你灭口 你早就已经没命了 应该叫你引起罗腾大火灾的罪魁获胜 克罗洛费比乌斯 随即为了打消他的怀疑 我拿出了一枚黑色标识牌 这是指在军方所属的秘密部队使用的东西 好在这家伙很快认出了我 你难道是迎新网会上消灭怪物的那人 随即我也说出了我的来意 近期在调查某件事情时期 发现你被一个可怕的家伙追了 原来上次网会袭击苦苦事件 竟然是为了针对这个男人 而且也并没有立马看见 貌似是打算慢慢折磨 然而被恶魔折磨了几年的家伙 竟然除了黑色的头发 以及年龄25、6岁以外不知道其他情况 但如果说是乔安娜的话 他确实有点成熟 但看起来应该也不像那个年龄 除此之外 他手中有一笔手机 上面写着 我会在魔法庆典的最后一天去找你 仅凭这些信息 是很难解决连身份都不确定的恶魔 事已至此 我只能利用这个家伙来引诱那个人 好在对方告知了犯罪日期 时间也飞快 很快来到塞尔伦魔法庆典 熙熙攘攘 帝国中为数不多的重大庆典 其中最为兴奋的应该是 刚进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李奈和第三公主 特别是李奈对新奇的魔法深深的民主 而与此同时 我却被塞尼娜老师缠住 只因任教老师需要在庆典期间 两人小组模式进行巡视 路德格老师 您看到那家店了吗 听说是卖爱情妙药的商店 与一脸兴奋的塞尼娜不同 我却沉浸在美拉达的警告性 现在离庆典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但我不知道他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如果我将那个贵族当作幼儿 但他却像以前一样偷袭的话 想要隐秘处理可能会有难度 而这是一只小手轻轻地戳我一下 路德格老师您到底在想什么呢 原来在这一路上他一直与我搭话 其中也有他的烦恼 魔法庆典的第二天 就是要进行任教老师的队练比赛 而因为不适合战斗的精灵亲和力 所以没能参加比赛的他 反而担心起了我的安危 听说这次活动还会有外面的客人也能参加 真是哥忧心忡忡的性格 幸亏他没有参加队练 毕竟比赛还是会很有威胁 在接下来的巡视过程中 我们反而像是游山玩水 我也久违地体会到了短暂的开心 其中赛琳娜老师每当看到孩子们欢笑时 就会停下脚步替他们高兴 时间也飞快 不知不觉在享受庆典的过程中 太阳都已落山 好在不只是我们 大家也都在享受着庆典 然而就在我认为今天会安然地度过时 却突然看到了一个慌张的身影 而他竟然是费比乌斯 这个时间点他怎么会在这里 然而下一秒原本和矮的赛琳娜老师 竟然开始露出圣人微笑 神秘而恐怖的第一秩序 竟然隐藏在我的身边 可得知真相的我 却无法对他下手 只因他拥有双重人格 而天真无邪的赛琳娜 却对另一人格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第一天的魔法庆典即将结束时 我突然看到了形色慌张的费比乌斯 这个时间段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 于是我放下愣在原地的赛琳娜 独自跟随着那个家伙 很快当我跟进一个胡同时 看到了一脸凶煞的费比乌斯 这家伙明显是无视了我的警告 我分明叫他什么都不要做 然而他却慌张地表示 自己抓到了那个恶魔 此女近期一直鬼鬼祟祟地监视着他 但以这家伙的实力 是绝对无法战胜第一秩序 然而当我打算问清详细经过时 身后突然传来塞琳娜老师的声音 而看到凶残画面的他 没能承受过大冲击 竟当场晕了过去 但这样反而更好 我也可以敷衍地找个借口 可是当我回头望向费比乌斯 想要接着询问相关问题时 这家伙却用惊恐神色指着我的身后 而下一秒我却惊恶在当场 只因刚刚晕厥的塞琳娜 猛然间睁开血红色的眼睛 气势也陡然间变得世杀无比 我不是说过要等到庆典最后一天吗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而听到这里的我 看到了他的瞳孔颜色正在变换 而更重要的是 他的声音我非常熟悉 可他却直接无视一旁的我 缓缓地走到费比乌斯身前 同时用无比圣人的声音 你这么擅自打乱计划 搞得乖乖遵守约定的我 就像是个傻瓜 是不是这样 我的未婚妇费比乌斯 世人的气息 变换的瞳孔 还有那恐怖的威压 他竟然就是那个神秘的第一秩序 艾斯美拉达 难道是双重人格 真没想到他会以不同的人格行动 看到完全下晕的费比乌斯 没了兴趣的他缓缓地转过身子 亲切地对我问候 您好 我们算是第一次见面吧 毕竟在第一秩序的会晤上 我们也一直在隐藏真实身份 随即我也很快稳住情绪 询问起他今后的打算 而已经决定表明身份的他 也不打算再做隐藏 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干掉这个男人 完成自己的最后复仇 当然此刻既然晕了过去 就不打算让他醒来 而我更好奇的是 他的双重人格是否会共享记忆 而答案也与我预想 记忆是不会共享 只因柔弱且善良的赛琳娜 是绝对不可能隐瞒得住这个身份 赛琳娜只是个什么都不知道 单纯且可爱的女人 就像是遇到那个男人之前的自己 可此刻我关注的却是另一人 他正在分析 我只要偷袭就有可能干掉他 但我若是再次解决他 另一人格的赛琳娜老师也会消失 然而就在我纠结该如何取舍时 一股恐怖的气息正紧惕着我 他居然是夸吉莫多 貌似还记得宴会厅的那份仇恨 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先暂时撤退 可相反的美拉达 却妖娆地靠近到身前 你要好好照顾赛琳娜 他好像很喜欢你 随即当这段话说完的瞬间 身体在此开始变换 又回到了原本的赛琳娜老师 这一场景就算是亲眼见证 也还是难以置信 不久后收拾残局的我陷入了沉思 也感到深深的后怕 他竟然离我这么近 而我竟然没有察觉出来 乔安娜拉维特是那个救了皮耶罗的少女 他为了想美拉达一样复仇 所以也加入了林明慧 虽然之前也怀疑过赛琳娜老师 但通过近距离仔细观察 却没有找到任何痕迹 所以自然地将他排除 问题是现在即使知道了所有真相 可我又如何对天真的赛琳娜下得了手呢 因为他只是和恶人共用一副身躯而已 同时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他 真的应该受到处罚吗 然而这时被我呼叫的罗森迟迟赶到现场 于是我将剩下的两人交给了他处理 不久后的医务室内 休息片刻的赛琳娜也终于恢复了神志 当我说起 他只是近期过于疲劳 在巡视时突然晕倒后 一脸羞愧的他 小脸立马变得像个红屏幕 很明显他不记得晕倒之前的任何事情 既然他也已经清醒 我就简单地安慰后打算离开 可赛琳娜却再次表示着对我感谢 甚至还说与我享受庆祢 让自己特别开心 然而这一点我也有同感 随即我认真的对他说道 如果我觉得他给我添麻烦 我肯定会当场表明 但之所以至今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那是因为我也享受了开心的时光 而得到肯定答复的赛琳娜 还兴奋地约定道 明年也想与我一同享受魔法庆祢 我也真希望到那个时候 我们还能如此轻松 与此同时我的办公室 一道黑色身影轻轻地推开房门 随即在无人的办公室内 开始寻找某个东西 不一会当他打开抽屁时 找到了自己此次的目标 同时也露出邪恶的微笑 真没想到路德格切利西 竟然会因为魔力不足而痛苦挣扎 我明明是真诚地劝告 可对方却把我的话当作了耳边 而只有我自己知道 当我的魔法耗尽时会带来怎样的恶好 魔法庆典的第二天 塞奥伦魔法竞技场正举行着新的庆典活动 任教老师之间的魔法对抗赛 这也引起了帝国权贵们的兴趣 其中来参观中最为代表的是 三大公爵家族的卡达图森家族海白 路莫斯的家族凯顿 还有沃尔包公爵的代表肥爵鱼骨 而当他们正与校长寒暄时 此次的魔法对抗赛也正式开始 他们确实也耗费了不少精力 甚至还邀请了高年级的教师来担任比赛几说 那么今天令人期待的第一场比赛 就是塞奥伦一年级的老师马修 还有是近期名声最望的新人教师路德格 随着解说员的激情宣布 比赛也正式开始 然而刚刚上场的我 就发现对面的家伙用敌视的眼光盯住 很明显这家伙就是雨果派系的贵族 而且距离魔法庆典最后一天也没多少时间 我也没有闲工夫把精力浪费在这种地方 所以你这家伙就赶紧来吧 让我竭尽全力且自然地输给你 然而后续的情况却超出了我的预想 老子都将破定展示出来 他竟然还不攻击 殊不知对立的教师正暗暗夸奖着路德格 你果然是个不容小觑的高手 竟然故意让我有机可承 然后打算反击制胜 而不久后眼看我一直没有先攻打算 下定决心的马修 施展了自以为傲的兵系魔法 可我只是象征性地施展了火焰盾牌 就轻松化解了对方的攻击 如果我被这么糟糕地进攻击败 很明显就能看出我是故意为之 可没想到这家伙实力竟然这么多 还有是从刚开始他的脸色就不太好 看这架势应该很难施展更强的魔法 而且和一个病人拖延时间也不太礼貌 只要在下一场比赛我自然输掉就可以 可这又是什么狗血剧气 我竟然进入到了总决赛 面对的家伙或者是糟糕地进攻 或者是只顾着防御 难道这是有人故意的手脚 而解说员没有给我更多苦恼的事件 教师对决总决赛将在15分钟后举行 而在这一间隙我也尽快来到办公室 因为我这只要呼吸就会消耗魔法的体质 总不能在观众面前暴露我的隐私 然而当我打开抽屉时 补充魔法的药瓶居然消失不见 紧接着我也看到了不寻常的脚印 既然是由小偷来过 可其他东西却完好无损 而剩余的时间我也无法去寻找新的药 也只能回到赛场再做打算 这次面对的家伙是 二年级的实战魔法教师布尔泰格 同时也是后绝家的魔法师 这名字也证实了 这家伙和雨果是出自同一家族 虽然我没打算来到决赛 但是已至此就快点结束 可我正打算出手时 这家伙竟打断了我的攻势 甚至说赛前有样东西给我看 因为自己正好知道我的秘密 而我的魔力药丸赫然出现在他的手中 原来是这家伙窃取了我的药品 但他又是如何知道我的秘密 这么说来我能顺利到达决赛 应该也是那帮家伙们的刻意安排 虽然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但我不想在众目睽睽下给予他惩罚 随即我要求如果把药还我 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然而猖狂的对方 竟把我的忠道当作了玩笑 可我这真不是开玩笑 因为还能使用魔法的我 是给他的最后机会 而对方眼看成功激怒了我 竟直接施展四阶防御魔法 而这一施展速度很明显 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他这是一种可以阻挡 普通魔法的特化防御 但弊端是在此期间 自己也无法进行攻击 这架是很明显跟前面的那些人一样 就是打算拖延时间 然而他在维持护照的同时 竟然使用了攻击魔法 下一秒我也知道了原因 他居然还准备了魔法兽格伦 而我此刻的魔力也即将见底 无法使用消耗太大的魔法 现在能使用的也就是坐标制定术实 然而对方却早有预料一般 轻松地化解了我的攻击 路德格老师使用不了那些厉害的魔法 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然而面对他的嘲笑 我却开始焦急和不安起来 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 当魔力消耗殆尽时会有什么恶好 可我的这一形象 也让观众们议论纷纷 而校长貌似也看出了我的异常 正打算暂停比赛 可一旁的肥爵却不会给这个机会 甚至还表示 就算在对练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 也是无法避免的情况 可浑然不知危险降临的家伙 在此期间甚至还在嘲笑我是个陌路贵族 然而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 因为从我身后开始凝聚出深黑的空洞 紧接着我的气势也猛然间变化 随着我阴森恐怖的掩饰 空间就像破碎一般 耀眼的光芒刹内间笼罩在整个场地 然而与外界看到的光魔法不同 深陷其中的家伙却面临着另一个场面 宛如宇宙中能够吞噬万物的黑洞 缓缓地浮空在他的上头 而这恐怖威压甚至将他压得闯过气 与此同时我也用沙哑声音提醒着 如果想活命 趁我还能使用魔法的时候赶紧投降 圣人的气息恐怖的威压 男人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让地狱恶魔位置颤抖 就在恶魔伸出无数触角 即将把男人吞噬殆尽时 前一秒还在嚣张跋扈的布尔泰格 仿佛看到了地狱中的恶魔般 惊慌失措地愣在原地 然而就在最后关头 我提取最后的一丝力气 制止了触角的行动 如果你在威胁那个魔法时 我就把机会让给其他家伙 而随着我的警告 黑洞也慢慢消散在整个空间 紧随其后的是清晰的环境 当众人好奇的望向场中央时 前一秒还在嚣张跋扈的家伙 此刻却不省人事地倒在中央 至此最终的决赛也奋出了胜负 第一届庆典对抗赛的冠军是路德格老师 而对此结果 除了欢呼的观众外 还掺杂着肥爵雨果的焦急声音 立刻叫医护人员过来 不久后的医务室内 一脸暴躁的雨果正指着我的过失 只因通过医生的急救 这个家伙还是没能苏醒 而这时我也不急不忙地赶到现场 他只是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打击 过段时间就会自行恢复 然而肥爵却对我不依不饶 还指责我在比赛中没能把握分寸 甚至还让我对此事负责 好在这时校长刚好赶来 我分明记得某位先生说过 在比赛期间有过失也是正常事情 而同时海白也露出了脑袋 没错我也清楚地听到了 最终在海白公爵的出面下 肥爵雨果也没敢再纠缠不休 然而我刚打完招呼到楼道时 不知何时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原来校长是在替我应付这些贵族 只以我刚才的亮眼表现 已经引起了各方贵族的注意 而这位表面看起来和蔼的老头 也不是一位简单的主 很明显他也是为了自身利益才接近我 但当他确认从我这里无法获取利益时 就立马放下伪装 无愧是支撑庞大家族的领袖 虽然表面看起来很轻松 但他的每个行动都是精心策划 而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对方 总之这里的事情也已解决 下一步我也该去见见我的团队 可我当走出大门时 却碰到了急冲冲赶来的弗罗拉 当我以为他是来找他父亲 而告知他路诺斯公爵在跟校长谈话时 这丫头的表情瞬间变得不自然 就像是不愿意接近自己的父亲一般 随即我关心到 学生之间的对练也会进行 让他多多练习魔法式 这小丫头竟说道 接下来的比赛自己就要上场 你要是想观战的话就来吧 如果忙来不了也无所谓 然后就莫名的转身离开 反而把我愣在了原地 不久后的喷泉公园 我还是来到约定好的地点 此刻汉斯与爱伊皮特早已到达 然而刚看到我的到来 爱伊皮特就急忙邀我去个地方 原来要去的是 同为发明相关的傀儡启动仪式 而我们也看到了惊奇的场景 原本看似铁皮球的傀儡 当他打开机关时 瞬间露出精细的魔法图文 紧接着还幻化出人形模样 通过简单介绍我们也得知 这种傀儡虽然放弃了激动能力 但是却能专注于搬运工作 这一点发明也让爱伊皮特两眼放光 仿佛将这片地带探作了桃园圣地 可就在被他牵着观光时 我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而声音的主人也让我为之一击 只因他就是难缠的凯西 然而更倒霉的是 在这么多的人群中 他却偏偏找我来询问 这位先生您知道 魔法对练竞技场在哪里吗 而我为了避免怀疑 还特意对自己施展了光魔法 只要印象稍微不同 人们就不会将两者认同同一个人 可就在告知方向后 装作镇定地离开时 却被他再次叫住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总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这直觉还依然地很准 但我可不想再跟他有过多纠缠 于是再次找理由急忙转身 可这次他却跟了过来 还兴奋地对我分析出自己的观察 您是这里的老师对吧 我一看您的样子就知道了 你妹的虽然很想无视这个家伙 但那么做反而会让他起一心 于是只好假装好奇地问道 你是如何发现 可接下来却打开了这家伙的画匣子 首先从穿着来看 您穿的是高级材质 对平民太过贵重 但又没有贵族家族的印章 所以能断定是不愿暴露身份的 没落家子 而能在这里见到 没落家族的出身 您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路德格老师吧 既然仅凭一身衣服 就推测出我的身份 这家伙果真是的大麻烦 于是我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 应声承认是路德格后 口也不回地急速离开 然而我不知道的是 我的这一举动 却让他有了一丝的猜想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如此敷衍自己的人 只有曾经的詹姆斯莫里亚底 随即有了一丝怀疑的他 手指轻轻打响 下一秒一团水珠 就浮现在我的身前 路德格老师 您以后有需要的话 就联系我吧 这是我的名片 我居然被迫之下 收到了麻烦的通信 如果他要是认出了我 就不会给我名片 有可能是单纯地想交个朋友 但最终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而且这张名片中 还有微弱的魔力 要是现在扔掉到了 他肯定会察觉的 于是我果断下达命令 要求汉斯将 今天穿过的衣服 直接扔掉 因为那家伙通过细微的线索 就能牵扯出很多麻烦的事情 而且也是个不能轻视的女人 魔法学院的天才娇女 此刻却被亲妹公然侮辱 甚至还被一旁的父亲 冷遭嫌弃 而她却只能忍受耻辱 只因她的母亲 是贵族妾氏 魔法庆典的第三天 塞尔伦户外宴会场 当众人惬意地享受时光时 我却被这个老家伙再次缠上 甚至在大白天还要我喝酒 其中我也询问过 堂堂的公爵大人 到底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 然而狡猾的老狐狸 只是敷衍着说 对我感兴趣而已 而就在闲聊之时 我们看到了弗洛拉·路莫斯 因为是格外紧张的神态 所以特别引人瞩目 而这时一旁的公爵 却看着他叹息 他虽然拥有逆天的天赋 但令人惋惜的是他的出身 只因他是妾室生下的孩子 就被家族无视 更重要的是 路莫斯家族信奉鲁门西斯教团 而这个教团在神灵的指引下 不断地镇压着亚人种 但是他们的目标并不只是亚人种 因为他们的根基是将一切划分优劣 优质则是贵族以及嫡子 而平民和庶子就是下等的存在 可弗洛拉偏偏出生在这样的家族 如果出生在其他家族的话 前途不可不量 这下我也知道 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成绩 原来是想通过优异成绩 获得家族认可 但问题是他那么做了 就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吗 而与此同时的弗洛拉 只不过是面对面和父亲打个招呼 内心紧张程度却早已达到了顶点 现在的自己已经和在家里识不一样 而且在魔法学院也得到了认可 因此自己不能再次退缩 可当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时 一阵嘲讽的声音从场中响起 这不是只有一半路莫斯家血统的弗洛拉吗 出生的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妹妹 然而与兄妹之情不同 他们言语尽是讥讽 你这肮脏的血脉 能不能不要随便叫我们的名字 你现在胆子变大了呀 以前都不敢和我们对视了 同时那位父亲也冰冷地转不身 而面对真诚的自己 禁止用不厌烦的神情说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再一次受到无视的弗洛拉 仿佛世界在旋转 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瞬间被踩踏得荡然无所 自己本应该对他说 我变得不一样了 看看现在的我吧 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甚至内心开始后悔起为什么要来这 可就在自己茫然的不知所措时 之前内心也有过相当多的矛盾 因为我知道即使是自己出面 也不会让弗洛拉的情况好转 而我这全身汇聚着秘密的家伙 本应该是装作不知道随他而去就行 但是在听到他的那些苦衷 我又怎么能坐视不理呢 而我的这一句 瞬间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 应该是在他们眼里平时冷漠的我 没想到会如此珍惜自己的学生 但也有不和谐的警告 因为我这是跟路诺斯公爵争宗相对 也许是我的突然出现出乎了他们意料 这只是单纯的家世 外人就不要随机插手的好 冰冷的语气和同时划清界限的工具 但作为一名老师 我无法看着自己的学生受屈辱 当我说出这话时周围突然变得一片寂静 您就是路德格老师吧 听说弗洛拉在这里都被当成了优等生 真是吓了我一跳 毕竟他在家族只被当成半成品 当我好奇这无理的家伙是谁时 他自我介绍到自己叫卡特丽娜 正在为明年入学赛奥伦做准备 随即满脸自信地施展兵夕魔法 还让我这位赛奥伦老师 给他的魔法做个评价 然而我的下一番点评 却让众人惊愕不已 你的术式构成速度为达标扣十分 术式展开不足扣十分 对魔法的思考太过浅显扣十分 刚才的冰晶蛋由四个要素组成 但看起来你连理解自己使用的魔法都不懂 原来你只是赵葫芦嫖的实力 还用这样的魔法在众人面前炫耀 而且你以为弗洛拉是凭这种实力 获得的第一名吗 当我点评结束的瞬间 拥护路莫斯家族的贵族们 纷纷开始对我指点 甚至还说我是个没落家族出身 还敢放肆 好在这时一旁的海白公爵挺身而出 也让这里的氛围稍微缓 而这位凯登公爵也是个能缩能深的家伙 在我如此针锋相对言论下 还能忍住愤怒 甚至表示自己的女儿不懂事 希望我这位魔法老师大人有大量 当然孩子能有什么错的 随即他带着嫡子转身而去 而被冷漠在一旁的弗洛拉却不知所谓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节目 而且自己的自卑也全部被发现 好在这时我也没有过多停留 只是提醒到 你的朋友很担心你 随即就转身离开 而与此同时的公子哥 正愤怒地向自己的父亲抗议 因为堂堂的公爵府不能受这样的羞辱 然而面对愤怒的嫡子 公爵大人只是冰冷地提醒到 在那种情况下大发雷霆 能得到的只是一瞬间低贱的满足感 而且当时还有海白和校长也观察着情况 虽然自己退下 但这是并没有结束 因为路莫斯是绝对不会忘记仇恨 而同一时刻的我 通过海白公爵的交流 得知了更多的信息 原来路莫斯公爵不仅仅是幸福 甚至达到了近乎疯狂的信仰程度 如果有了不该出生的孩子 他们便会在身上刻下烙音 好在弗洛拉母亲的拼命 躺下他避免的论 但后果是他失去了母亲 而凯登公爵还培养弗洛拉 只是因为有利用价值而已 在我认为这种人根本不配成为父亲 然而就在这时 我突然看到塞迪娜罗森的指摸法 而其中的内容是 以第二支序乔安娜为中心 其他人员都出现了可疑行动 同时我也想起第一支序的警告信 他会在庆典最后一天行动 但现在还不是那时候 而根据美拉达当时的反应 那封信的内容绝不会是假的 那很有可能是乔安娜的擅自行动 于是我按照提示打算观察情况 不久后学院的药剂实验楼 现在自己魔法不足的事情已经被发现 所以应该能随意使用这些东西 而这时克里斯却不识趣地前来大善 还问我来这里做什么 这个二伙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制药啊 可当我问他会不会制药时 貌似捅了马蜂窝一般 瞬间暴跳如雷的他还愤愤地等事 自己本来就是学药技学出身 而且他们的诺尔家族世代都是研究药剂 但是话说我还真不知道 而且也从未感兴趣过 随即我再次无视着他调剂起了我的配方 然而我选的这些材料 却下到了一旁的克里斯 因为这些材料都是制作毒药的必备品 来了来了 魔法学院的伪装教师和完全暴露的地狱恶魔 即将展开生死搏斗 就在不久之前 在配药房获得必要的药剂后 通过汉斯了解到了最新情况 费比乌斯和魔女都没有特别异常 那剩下的就是对付乔安娜 如果她真的是擅自行动的话 那就意味着和魔女分成了两个行动者 如果在最后一天我独自对付魔女 那就需要其他人员替我拦住乔安娜 虽然塞迪娜会听我命令 但若是没有恰当的理由 她也无法阻挡同为黎明慧的成员 适合用来制服学生乔安娜的办法 应该也只有那个办法了 30分钟后的赛奥伦学生宿舍 顺利地将纸条送到了几个小家伙的手上 虽然不想把学生拉进来 但如果追击乔安娜的是学生的话 她也应该不会轻易察觉 而且艾丹还拥有反魔法 也可以完美牵制 但一个人很有可能鲁莽行事 所以我给她准备了安全措施 多人一起行动即可以保障安全 还可以理智地向老师寻求帮助 然而与此同时的利奥 看着手中的纸条陷入了沉思 塞奥伦内部有不安分子谋划阴谋 庆典最后一天找到乔安娜处理掉她 这明显不像是恶作剧 同时还记得同学们经常提到 学院内隐藏可疑人员的传闻 难道是自己是隶属于战士部队特工的事 被别人发现了吗 想到这里全身不自觉地开始颤抖 而且这封密信还隐约有威胁的仪器 就像是如果不听我话 就要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 不管怎样现在自己也只能照顾 而且是一个人解决还是比较好点 可当他出门的瞬间却愣在了原地 利奥大事不好啊 这什么情况 怎么这些家伙都收到了同样的纸条 不久后他又有了自己的判断 送纸条的家伙 应该希望有我们几个人来解决这事吧 而之所以把他们都拉进来 应该就是防止我违背他的指示 真是个形势缜密的家伙 画面一转 幻化为第一秩序的美拉达 被耳边传来的各种怨念忍受着折磨 领养过自己的修道院 被烧死的藤罗村民 而这些人敬一口同声的怨恨 只要他一个人安静的离开 村子就不会遭到灾难 好在这些恶梦也即将结束 剩下的就是明天干掉废比无私 但是复仇如果真的结束 自己就再也并不回天真的塞琳娜 他是自己为了珍藏过去 由内心和伤痛所创造的另一人格 其实自己也很想继续像他一样生活 要是现在放弃复仇 然而刚有这种面走时 火焰精灵带着愤怒带着仇恨 再次将他的大脑蒙蔽在复仇之中 没错 自己怎么可能放过那个男人 复仇才是自己该做的事 魔法庆典的最后一天 当众人们熙熙朗朗地迎接着最后的庆典时 塞琳娜孤身行走在人群之中 然而当他跨过人群抵达目的地时 瞳孔中开始闪烁火光 紧接着全身瞬间变换 他复仇的最后一天也终于到来 同时另一处的废比无私在屋内瑟瑟发抖 因为我要求他最后一天待在屋里 我会帮他解决那个魔女 然而就在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 当他以为是恶魔将临时 推开门的却是一群老鼠 但他也很快反应过来 于是跟着他们前往安全地带 但他不知道的是 如果自己稍微晚了一步 迎接自己的可不会是这群老鼠 而他环顾房间时 刚好通过窗户看到了逃跑的菲比乌斯 这一画面反而激起了他的兴奋 因为越是苦苦挣扎才越有意思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在我的安排之内 通过汉斯召唤的老鼠 将他们引出魔法学院 只有到了人烟罕见的地方 我也才能放开地施展拳脚 可是当菲比乌斯跟着老鼠赶到仓库时 随他一同前来的却是魔女 我的狼君怎么不逃跑了 你不是一直很会逃跑吗 就像当年你的家人全被烧尽 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那样 而美拉达的这句话 也彻底击碎了他的防御 他认为自己承受的已经够过 惩罚也应该可以停止 可这个恶魔到底 把自己毁成什么样才能满意 在他认为烧了村子和那些人 这都是应有的惩罚 因为那些贱民反抗的贵族 如果一开始那些平民不袒护美拉达 那一天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然而渐渐失去理智的他 突然想通了所有问题的关键点 随即指着美拉达 这一切都是你的责任 只要没有你村子也不会变成那样 因为是他害了那些好好的村民 而这一点刚好切中了美拉达的内心 他的眼中开始浮现死去的村民 同时都带着无尽的怨气 是你害得我们没了性命 最后时刻菲比乌斯还说出了今天的秘密 烧毁整个村庄和好不容易活下来的 那个恶魔就是你 所以你才应该受到惩罚 随着菲比乌斯的呐喊 美拉达的内心也终于崩溃 紧接着熊熊的烈火 从他的体内开始扩散 然而这一幕刚好被我看到 同时汉斯也急忙发来讯息 自己虽然成功地将他们引到仓库 可魔女却突然暴怒瞬间将仓库烧毁 那些老鼠也全部被卷入进去 所以无法掌握目前的情况 这个事态超出了我的预计 此处虽然离学院有段距离 但如此大的火灯 如果再来几下肯定会被其他人发现 为了以防万一我赶紧要求爱伊皮特 在庆典处转移一下人们的视线 而这一刻他其实早已等待了许久 随着他按住引爆器的瞬间 庆典的夜空显说着无数的烟花和烟花 离庆祝明明还有30分钟 然而漂亮的烟花也很快让他们忘记了一页 而同时的我也全速地赶向仓库方向 但为了节约法力 我暂时不能施展坐标一动 而这是我刚好看到了有趣的东西 他就是前几天见到的魔法傀儡 不久后当汉斯看着烧焦的仓库 交际不安的等待时 一股迅风从远处急速传来 当他回头望向的瞬间 我骑着一只傀儡飞速地前往仓库方向 现场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 没想到夸吉莫多完全幻化出了原型 于是我尝试着与他对话 然而这家伙好像能听懂我的意思呢 当我表明自己和美拉达是同事时 竟回眸深深地望向了我 火焰中美拉达和费比乌斯状态明显不对 但想要轻松地解决此事 现在反而是更好的时机 如果金灵师通过媒介召唤 只要破坏媒介就行 但如果是被金灵师亲自召唤 就只能制服金灵师才行 而刚刚准备的麻醉剂刚好能制服美拉达 为了能准确地射准 我还需要再靠近一点 然而当我跨出向前的第一步时 卡吉莫多毫无征兆地对我发起攻势 而通过他愤怒的神态 我也缺信了一点 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我 他只不过是没落贵族 却能单手施展毁天灭地的滨海人间 甚至还能凝聚天地精华的神术之能 要知道这些术士是存在于书籍中的禁忌魔法 然而倾尽全力地破坚法术 却只给地狱恶魔带来了断臂之痛 就在不久之前 当魔法庆典到最后一天时 对于烟花没有兴趣的凯西 正独自溜达在附近的森林 而这时突然看到身着夜行服的可疑人员 还听到他们居然自称为黑色黎明慧 然而刚想要探究时 却又碰上几名学院学生的神秘诡计 而爱管闲适的他 又怎么可能放过此等机会 画面一转 此时的夸吉莫多近口吐人言 还惋惜着刚刚的一击没能击杀我 然而他的攻击并没结束 当击退我的同时 又用身体挡住美拉达的视线 很明显是防止我切断他的眉睫 真没想到 没有精灵式的指示 他还能做出这么正确的判断 这家伙的实力也着实了得 这一波火柱攻击 我也没办法安然抵挡 阿尔泰诺特姆斯 虽然耗费大量魔力 但也是可以顺移的绝佳技能 然而他的攻击依然是不依不饶 以目前的法力存量 我是绝对无法战胜他 但现在还不至于借用神的力量 随即指挥战斗傀儡转换防御形态 虽然已经是最高强度的防御模式 但还是无法抵挡多久 好在我的目的也只是坚持片刻即可 而这也是给我腾出了时间 这是在制药房精心制作的药剂 它包含了各种毒药 所包含的魔力远远超过了标准值 如果服用后没能及时释放法力 体内的魔法回路就会永久破坏 而这个药剂刚好能满足下一个技能 既然你喜欢用力气来战斗 那就让你品尝五阶魔法的威力 随着我喊出海水暴墓的咒语同时 夜空中开始凝聚强力能量 紧接着以水凝聚的龙卷风 朝着魔物急速下坠 然而比起凄厉的惨叫 给它带来的伤害 不属品的魔力 能施展的高阶魔法还有两次左右 但是以傀儡的现状无法支撑太久 于是我果断做出判断 瞬间取出魔力要紧 涂抹在傀儡的背部 他只要能暂时击退那个家伙即可 而我在他们交锋的刹那瞬间 我却早准备好了丰厚的礼物 当夸吉摩多抬头望向我的同时 我的上空赫然地出现一艘雄伟的军舰 而这也是此刻能施展的最强法术之一 红异时刻另一处 凯西刚跟到艾丹一群学员时 刚好碰到乔安娜使用精灵魔法攻向他们 好在她的及时出现攻势也瞬间被化解 然而就在她打算抓获这些黑色黎明会时 不远处的夜空中 赫然地出现强大的魔法 抬头望向时 让众人直接惊在当场 那居然是通过魔法凝聚出的军舰 而这个魔法如果凯西没记错的话 只有是在书本上见过 由身为冒险家及魔法师 雷克萨勒发明的超强魔法 天海破冰箭 随着法术击中怪物 强烈的魔法能量席卷了整个周围 虽然此魔法的攻击力度强大 但我也无法确保是否能够击杀魔物 于是我果断来到美拉达之处 将麻醉针瞬间注射 因为精灵的媒介是依靠精灵师的精神 所以夸吉莫多应该很快就会反向召回 问题是美拉达苏醒后 夸吉莫多又会找回力量 要想彻底解决它 只能对其进行永久封印 然而封印一世却需要活人的灵魂 而此刻可以说是最好的机会 就在我纠结是否要下定决心时 昏睡前的美拉达竟强行与我搭话 然而他的下一句话 却出乎了我的意料 快逃走 如果我失去了意识 就再也无法控制他 这是什么情况 他明明被六阶魔法攻击 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 而更重要的是 精灵师已经失去了意识 这家伙竟然还能主动攻击 同时我看到一条红线正牵连着美拉达和夸吉莫多 甚至在红线里流淌出了一段记忆 记忆风暴中的美拉达明显是失去意识的状态 这是一道身影缓缓出现 直接指着身旁的夸吉莫多说道 不管你是吸收增物的精灵 还是具备精灵性质的神秘生物 只要你可以与我们联手 我们就帮你实现愿望 随着记忆的消失 我也总算知道了所有原因 为什么就算没有精灵师 这家伙也能行动 因为美拉达只是一个 给他提供魔力和精神的素质 真正在背后一直操纵一切的 就是这个家伙 或者说美拉达只是这家伙的一个傀儡 我应该重新给他称呼 黑色黎明慧的第一秩序 然而我之前麻醉美拉达 反而帮他释放了枷锁 他可以尽情地使用被压制的力 与此同时 海西他们虽然追着乔安娜来到了仓库 但被突然气势的大火挡住了去路 而且这股火势竟越来越大 很明显以目前的形势 以身后几个学员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抵抗 他也只能全力控制火势脉连 让他们尽快回学员寻求增援 而同时的我却第一次陷入了绝境 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坚持太久 现在能想到的办法 只有牺牲塞琳娜来封印这个家伙 然而就在我纠结的时候 塞琳娜的身体突然清醒 而且这次他好像知道了另一人格的所有情 路德格老师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而苦恼 但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真希望那只是个单纯的噩梦 然而看到他天真无惧的状态 反而帮我解开了一个心结 等你一觉醒来 这一切就会全部结束 不管是不是噩梦 都得醒来才能知道 然而我刚躲避攻击的同时 看到了塞琳娜老师的契约精灵 他们应该是察觉到了危险 来得正好 刚好需要他们来帮我转移一下 那个家伙的视线 因为我接下来要施展的魔法 需要短暂施法前摇 然而塞琳娜的精灵 在夸吉莫多看来都只是送死的菜 短短的一次照面就能将他们瞬间击碎 然而此时突然迸发强烈的危机 当他转头望向时 我准备的赫理也再次完成 第九条路是纯粹的知性 卡巴拉生命之术的第九的原质 明显感觉到生命危险的夸吉莫多 却没能及时闪躲 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迸发 宛如太阳般的热量 将他的身体吞噬殆尽 因为自己年轻时的无知 放送了自己最心爱人的他 当面临能赎罪自己机会时 竟毫不犹豫地抽离自己的灵魂 然而当他以为可以结束一生时 却看到了漂泊中的母亲灵魂 而母亲的下一句话 竟彻底击溃了最后的防线 辛苦你了 美拉达 不久前在面对穷凶极恶的夸吉莫多 最后关头我还是使用了神之力量 以目前的情形应该是解决了这个家伙 而这时塞琳娜再次变回美拉达 以虚弱的身体询问我为什么要救他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苦苦的火焰魔爪 突然从身后将美拉达高高举起 承受了神之力量的他 竟然还有再生力气 这生命力再怎么顽强也得有个度啊 而已经炼目全非的夸吉莫多 正在通过相连的线 强行吸取着美拉达的力量 但我试图打断的攻击 却被他轻松化解 甚至还有余力向我反击 而这时轻微的声音声给予了我方案 克罗洛费比乌斯居然还活着 那我可以用他来举行封印仪式 但貌似看出我意图的夸吉莫多 丝毫不给我分身的机会 就在这关键时刻 精灵魔法突兀的打断怪兽的攻击 原来是第二支序的乔安娜 同时我也发现他的胳膊并没有立刻再生 看来这家伙也没有多少力气 而随着乔安娜一同赶来的还有一人 那就是火灾中的另一个幸存者皮耶罗 原来他是因我上次的拜访 为了解开自己的心结 才下定决心好好面对过去 但夸吉莫多却没给众人多余时间 直接凝聚火焰攻向皮耶罗 好在他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弱 甚至还能使用魔法来牵扯怪兽 而这短暂的空隙也刚好满足我的需求 因为我有信心扭转这个局面 现在是时候给将他彻底封印 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正被其他宿主契约 虽然拼命地挣扎 但通过强大牵引 他也只能将手中的美拉达放开 同时感到生命危险的他 第一次向美拉达求饶 甚至在这个时候还在诱惑 只有自己才能帮美拉达完成复仇 可是下一秒美拉达的举动顿时惊呆了众人 只因他居然将自己的灵魂 从塞琳娜的身体中完全剥离 这明显是同归于尽的方式 想将自己和夸吉莫多一同封印 接下来更诡异的一幕是 以火焰为主体的夸吉莫多 竟被自己身体内的火焰慢慢吞噬 而只有美拉达知道 这些火源是燃烧自己灵魂的火焰 他在最后时刻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向火灾的村民赎罪 然而当他以为事情都会结束时 一道声音急速前来 你在笑什么 你觉得自己这样消失就能心安理得 你可别搞错了 随着声音的结束 一股强大能量命中夸吉莫多的胸 同时温和光芒请客间将周围变得明亮 而能感受万物的皮耶罗立马改变出 这些能量居然是罗腾村民的灵魂 在皮耶罗和乔安娜的感慨中 夸吉莫多的身体也终于不甘地彻底消散 美拉达也无法想象 夸吉莫多的气息竟完全消失 而且村民的灵魂也全部安然地释放了出来 但美拉达的身体却开始淡化 这是因为被夸吉莫多束缚以后 他的灵魂最终只能变为亡灵 而这是一道声音打断了美拉达 这人竟然是被释放的修女大人 当美拉达面对他的瞬间 一直压抑的情绪终于无法克制 对不起因为我太柔弱害了所有人 然而对于他的自责 修女大人只是轻轻地安慰 当他说出村民从来没有怪罪过他 而且希望美拉达与众人一同时 他才敢大声地释放痛苦 同时灵魂也慢慢消散 望着远去的灵魂 我也不自觉地感慨起来 堕落的灵魂变回原来的模样 彷徨多年的灵魂 他的尽头终究还是救赎 但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结束 乔安娜已经没必要再为黎明慧效力 黑色黎明慧的第二秩序已经在这里牺牲 我要求她离开这里后不要再回到学院 因为他们已经共同见证了村民的释怀 最终乔安娜随着皮叶罗重新返回他们的故乡 此时我才有空观看塞琳娜 没想到竟然还有气息 这样看来不仅是人格 就连他们的灵魂也是完全分开 同时他也缓缓醒来 甚至还记得所有经历 我不是做过很多坏事吗 那就算是我的另一个人格 路德德老师为什么还要救我呢 然而我的简短的回答也打消了他的焦虑 因为我们已经约好 要一起看明年的庆典 仿佛在意念我们的声音 夜空中的庆典也要开始 绽放出七台的那些叶花 也印证了我们明年的约定 剩下的时间 我将塞琳娜交给赶来校方医务人员后 独自绕了一圈检查着有没有遗漏的线路 现在也只能适当地编个理由向校长报告 可就在我打算坐下休息片刻时 一道声音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身后 而且我竟然毫无察觉 辛苦你的约翰多乌 而且声音 竟然是片刻前在记忆风暴中听到的声音 同时将约翰多乌当作下属的语气来看 这人应该就是黑色黎明慧的灵智序 号称第一剑客的骑士团团长 在公然释放最强杀气时 却被声称平民窟出身的男子轻松抵挡 甚至无法撼动对方的一丝情绪 很明显是自己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然而就在不久之前 当他赶到案发现场时 发现里面竟干净地让众人难以置信 只因连一点血迹也没有留下 宛如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般 就在这时特丽娜拿出一个新型装备 她可以分析周围残余的魔力 并且可以读取其中的记忆 因此只要有了她 就可以在任何案发现场 轻松获取相关线索 随即在等待结果期间 恩雅再次汇报了自己知道其余情报 首先是有关提了贝特的平民区 她是从敌社会消失后 被众人称为主人的家伙接管了此处 并完全掌控了后向的所有人 然而对于此人情报却少之又少 除了她的别名之外没有任何痕迹 如果是这个家伙复兴了平民街 那她确实有可能会对 牵制平民窟的银日组织动手 虽然这判断有点草率 但目前的情况确实是最大嫌疑 特丽娜正打算与这位神秘人接触时 一直工作中的探测仪器突然停止了工作 这代表的是此处在一定时间内并没有魔法波动 也就是说银日成员集体消失和魔法没有相关 这一点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整整一百多名守卫及时待命的银日老巢 竟然在一夜之间无声无息的消失 甚至惊艳老道的特丽娜也没有任何头绪 目前在调查现场也毫无意义 于是决定去会会神秘主人的特丽娜 却猛然间提升杀气 瞬间拔出利润对准前方的某一处 而这时两道人影缓缓现出身心 他们竟然是无处不在的凯西侦探 可没想到的是他竟与特丽娜也认识 甚至是相当和睦的关系 只不过特丽娜对于凯西的出现方式有点反感 只因这丫头总是偷偷摸摸闯入案发现场 如果是她的身份应该也可以轻松拿到许可 可偏偏喜欢偷偷潜入 然而对于特丽娜的不满凯西却不以为然 认为要正规程序法而是浪费时间 还表示已观察到的情况 自己有实力帮她树立案情 可特丽娜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帮忙 只因她认为在正式案件中 自己不能接受私人的帮助 好像是已经早就猜到了特丽娜的反应 凯西也并没有表现出沮丧 而且瞬间露出狡猾的神情 反过来称自己想要借一样东西 而那就是能够探索魔法波动的探测译 众人原本以为秉公执法的特丽娜会断然拒绝 可下一秒她却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只因在她认为 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她背包 还不如正大光明地借给她 而对于借探测仪的目的凯西也表现出神秘 就这样两人简单地交流一番后 凯西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现场 殊不知他们的一切行动 却早已被一旁的鼠背窃听得一清二楚 而且在同一时间通过汉丝传到了我的耳边 此刻他们已经前往贫困区 如果是安排其他人肯定会被发现端倪 所以还是决定亲自去会面 而且我已预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过一会的贫困区 当特丽娜一行人赶到现场时 也被眼前生机勃勃的景象刮目相看 同时周围人的眼神也格外犀利 虽然自己知道后相之人讨厌骑士团 但总感觉眼神中充斥着不一样的情绪 而就在这时一位美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还声称自己的按照主人的吩咐 特意过来迎接安保局骑士团的两位 这一点确实让他们意外 到目前为止自己的行踪没有告诉任何人 然而这位神秘的主人却对自己的行动了如指掌 不久后的伪装的秘密基地 我用假扮的身份亲自会见了特丽娜 很荣幸能见到至高无上的夜行者骑士团 我就是被众人过于为主人的人 因为我曾被严重烧伤 所以希望两位能理解我戴着面具 面对我的解释特丽娜并没有表现出意义 只是下一秒直接询问我的真实性命 而为了打消一律 我也说出了早已想好的身份 我的本命叫奥利弗 虽然出生在后想 但为了开创事业 我一直隐瞒了自己的出生和性命 很显然对于我的假冒身份 他并没有马上相信 在他认为曾生长于这里的优秀企业家 在绝妙的机会回到后想 而且还能一手将这里改变得天翻地覆 这一切都太过于巧合 而且据他们的调查 我是自从敌社会解散后 为了发展壮大平民街特意冒用的假冒身份更加可惜 虽然我也解释了众多理由 但在特丽娜认为我的这些话术 仿佛就像是再读早已准备好的剧本一般 最后在身份上无法再有突破的他 单刀直入地聊起了此次的重点 昨晚银日组织全部消失不见 听说近期他们与平民街之间发生过冲突 问题的根本明显是在怀疑我是主谋 然而对于他的问题 我的语气却陡然间变得尖锐 首先银日组织本身就是一群恶劣的家伙 他们的消失应该是好事才对 可天下第一的夜行七世团却到底为什么 为了那么一群人怀疑无辜的平民街 而且看起来就像是庇护那帮恶人一般 然而对于我的尖锐提问 特里娜也毫不示弱 甚至还用威胁的语气 让我不要进行草率的挑衅 因为要是真怀疑是我们的话 自己的剑枣会沾上我的血 说话的同时猛地提升杀气 然而我却表现得轻松自如 这一点让一旁的恩雅瞬间愣住 我竟然丝毫不害怕团长的杀气 同时的特里娜也感受到了我的不义版 而且还想起在来的路上感受的敌意 应该是担心眼前主人的人身安全 就连帝国都没办法掌控的后项问题 却被眼前之人改造的如此凝聚 难道是因为他是大家的恩人 所以才有这样的反应 如果此刻与后项的人结约 这将会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 最终下定结论的特里娜也决定谈话就此结束 可就在他们打算起身离开时 一道魂后的声音从大门处传来 同时在他推门而入的瞬间 与骑士团的恩雅双目对视 一眼认出曾经恋人的亚里斯和恩雅 这下糟糕了 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会这么快就会回来 号称帝国第一站立的地下组织 竟抵挡不住一个人的夜行怒火 紧紧的片刻功夫 别墅外围的守卫居然被此人收拾得干干净净 然而迎日组织的首领还自信地等待着我的到来 走廊的手下全部被你干掉了 这也太可惜了 他们也算是一群挺有用的家伙 对于外界的情报了如执掌的表情 或者说是胸有成竹的把握 于是我也没有拒绝他的邀请 缓缓地坐到了他的对面 我的这一举动应该是超出了他的预想 按照他的经历 像我这种单枪匹马的人 能好不容易闯到主大厅 看到自己应该是奋不顾身的冲杀才是正解 然而我却理所应当地坐在了对面 可这家伙却还在挑衅到 自己其实早已预料我的到来 甚至还说到 印刷厂被烧毁那些人的惨叫声很好听 没想到他对自己居然这么有自信 我还以为他会准备最后为自己辩解的理由 所以才配合他坐下 没想到满嘴都是在找死的内容 应该是我散发的杀气超出了他的预想 原本还是自信满满的他 假装着没有受到干扰 但下一秒却将自己的底牌全部掏出 而这些人就是他为我准备的最后底牌 虽然外面的小喽啰实力不怎么样 但这些家伙可是实打实的骑士级别的精英 甚至还威胁地表示 让我不要表现从容不迫的样子 趁现在自己还没下定主意让我尽快投降 说不定自己还会大发慈悲 同时还会撤走拍到我地盘的那些手下 然而面对他的这种傲慢 我却表示的轻蔑不堪 首先我得更正他的两个想法 第一不是我从容不迫 而是被你们惨不忍睹的水平感到震惊 还有第二点 战斗才是我们最擅长的手段 因为我的组织成员可是一等一的战斗好手 既然盈日组织的全部战力已经聚集 我也没必要再浪费时间 随即在他们众人的一脸不可思议之下 我只是轻轻地突出一口气 周身瞬间迸发无数个死亡触手 然而也有不信邪的家伙拼命朝我出来 可就在那一瞬间 一只触手准确地落入他的头顶 瞬间将他吞噬干净 这一幕让他们惊恶不已 然而我却淡淡说道 这一切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卡洛内你相信什么 因为你们面前的这些黑色触手 就是你们口中的神 触手的主人是一位在很久以前 因遭受背叛而失去姓名的女神 在被人谩骂是凶手后 甚至失去了自己作为神的象征意义 因此人类也不再记得这个女神 但是她却依然地深爱人类 也因为太过深爱 所以连自己的肉体也全部由人类组成 虽然以人类的标准来看 她的样子很是令人震惊 但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 什么伤她都能帮你治好 是一位对人类很是有帮助的神 不过她却又并不是那种无私奉献的神 所以早上我和她做了一笔交易 作为她救活一个将死之人的代价 奉献更多的活人 而那些人就是你们这帮罪魁祸首 这一景象应该是超出了在她心目中的神灵形象 完全无法相信的卡洛内 宛如见到恶魔一般眼神中尽是恐惧 而最后再触手接触她的瞬间 还哀求着现在干脆将自己毁灭 然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一切没有做出任何举动 因为这是她应该受到的惩罚 画面一转 前来刺杀行动的盈日成员 竟被不明身份的一众人轻松解决 甚至还未能放松筋骨感到相当失落 而就在他们抱怨老大没带他们一同前往绞杀老巢时 我也刚好收工抵达现场 随即通过维奥莱塔得知 戴恩的状态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甚至还比以前更加健康 既然一切都顺利解决 而且大家都聚在了一起 那我就直接宣布了一项结果 盈日已经全军覆灭 通过这次事件之后 短时间内不会再有组织招惹我们 接下来就由维奥莱塔收购盈日名下的各个企业 然而就在我安排后续事项时 一众民众却拿起各类武器冲出房屋 原来他们也想出一份微薄的戾气 可没想到的是紧紧的片刻功夫 就早已被我们的这帮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其实维奥莱塔怕他们有危险 早就叮嘱不要擅自出来 可好不容易得到安定的居民 却不肯轻易放弃人生的意义 最后他还特意为这些居民对我说了一声谢谢 这可真是让我肉麻的场景 第二天的皇家街道外围 得到盈日覆灭消息的安保局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 而特丽娜也感到十分棘手 自己只是离开帝国片刻功夫 竟又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 而且这次集体失踪的地下党盈日 还是与帝国高层有深度交际的组织 紧接着通过恩雅的提前调查得知 最有可能与此次事件有关联的 就是皮勒贝特的平民区 竟然做出如此桑敬天良的举动 那就没必要存活于这个世界 以号称帝国最强的黑恶势力 我偏偏一人就足以让你们认清事实 然而与他们接触之前 想到自己的师父 我就不自觉的瑟瑟发抖 在汉斯看来自己大哥的师父就像是地狱使者 然而我却肯定地表示 他确实是那样的存在 随即我举了个简单的案例 就比如我一身的魔法和技术 这些只是某人已经做好的东西 当然我制作的一些新奇的东西 有可能在别人看来并不平凡 但即便如此 我也不想将这一点表露出来 只因这些不平凡的设计 在师父眼里却都是渣渣 他是个不择不扣的怪物 甚至还多次让我显现丧命 然而当我痛批自己的师父时 想一脸讨好的汉斯 内心却想着是不是得一起站队骂师父 于是甘笑着表示 竟然差点让老大丧命 这个师父简直就是混蛋 然而我却一脸严肃 他毕竟是我的师父 你怎么可能骂他呢 汉斯顿时感觉混社会怎么这么难 几天后的皇家街道 近期因为美拉达事情好久没来这里 可我刚打算逛一逛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图案 布雷图斯圣国的祭祀 虽然我已经猜到 他们的继承权之争已经结束 但没想到他们重新开展活动的速度 既然这么快 这一身装扮一看就让我不舒服 我得赶紧离开这帮瘟疫 不久后的维奥莱塔服装店 我首先表示辛苦了这段时间 因为这里从死气沉沉的街道 已然焕然一新变成了生机勃勃 还有就是听说最近有妨碍 你们做生意的人还特别猖獗 当我说到重点时 维奥莱塔无奈地说道 原本是不想打搅我这个大忙人 还想自己解决 随即他再次补充道 盈日这个组织目前和周围的商人 正策划某种事情 而且从不久前开始 就有一些可疑之人一直在窥私店铺 然而当打算倾听更详细的情报时 下属突然急冲冲地闯进 口里还念叨着大事不好 我们的印刷厂居然遭遇了袭击 可当我们赶到现场 火焰弥漫浓烟滚滚 原来是一群带着白色头巾的人 突然袭击了工厂 甚至临走前还把这里烧为火海 然而我也想前身打算灭火之时 口袋中夸吉莫多留下的园林石 却散发着奇异的气息 就像是对火焰有特殊反应 随即我试一试的心态将它取出的瞬间 熊熊的火焰竟请客间没入园林石 而火势也就全部熄灭 但现在还不是研究这家伙的时候 先要进去救出里面的人 然而当众人将里面的人全部救出 却依然没有见到戴恩和马斯特拉 这一点让我顿时有了不好预感 如果那帮家伙一开始就是盯上了戴恩 所以才袭击的印刷厂的话 现在要尽快找到戴恩他们可能存在的位置 而通过维奥莱塔的分析 很快就想到了一座住宅 可是当我抵达现场时 此处早已血流成渠 奄奄一息的戴恩看着我却表示 没能迎接老大万分抱歉 而通过一旁的夫人得知 今天中午一群不认识的人突然闯进 然后就毫无人性地进行屠杀 一直被贵族欺压的他 也终于绷不住 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自己好不容易才看到生活的希望 而他们只不过是想活得有点人样而已 马斯特拉你先出去 不管里面发生什么 在我出去之前你们都不要进来 当周围没有其他人后 我再次释放了体内的神灵 我替你解除封印你出来吧 我需要你的帮助来治疗眼前之人 如果你不愿意我就会喊别的家伙 但你要是肯帮我 我就给你补偿奖励 随着我们的协商结束 神灵的能量开始旋转 片刻后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中 我搀扶着戴恩缓缓走出 原本奄奄一息的 他竟奇迹般地重获了生机 而我却直接取出一枚标志 我要来塔一眼就认出 这是银月他们组织的标志 那些在店铺前晃悠的家伙们就带着这个 既然罪魁祸首已经锁定 那就与他们一点妥协的余地也没有了 因为这帮人已经没必要存活在这个世上 随即我独自转身消失在人群之中 夜幕中卡落那家的府邸 看守大门的侍卫正百般无聊地等待着换班的时间 因为在他们认为不可能会存在感招惹银月的家伙 甚至还想着自己的老大事过度担心 根本没必要安排安保仪式 而就在这时道路的前段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 当他们仔细看时才发现像个人影 然而下一秒消失不见的人影 却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前 甚至以不可置信的速度 将利刃刺入身旁的家伙 眼前一幕顿时让他惊恐不安 当他还侥幸地认为对方肯定来错地方 惶恐不安地表示这里是银日根据地时 此人却用一道圣人的眼神凝视着 且缓缓说出 我就是来歼灭你们的 女人只是从棺材中缓缓坐起 掩在天边的男人却吓得一身冷汗 甚至双腿都在不停颤抖 只因她竟然是男人的噩梦师傅 而她使用过的那瓶药剂 竟包含了师傅的纯正血液 而不久之前 刚与路德格老师接触的校长 转身就叫来了第二个目击证人凯西 而通过凯西的描述 外围事情与路德格老师交代的大致相仿 比如追赶的女学员 还有她们的身份是黑色黎明慧 然而凯西却对火灾现场的事情一无所知 因为现场被火焰团团包围 无法确认里面的情况 虽然陈素内容没有奇怪之处 但校长总感觉自己遗漏了某个重要环节 然而这时对面的凯西却突然开口 询问起路德格老师的真实身份 很显然这名侦探对于路德格也有所怀疑 然而在没有确切证据时 校长也不可能让学员的老师承担风险 她是我们塞奥伦学员的优秀教师 双方各怀鬼胎的彼此 虽然都有怀疑方向 但只能在表面上探探虚实 然而谈话即将结束时 凯西却突然对校长提议 希望自己能亲自审问这次抓到的黎明慧残党 因为自己有一个必须要抓到的罪犯 然而与此同时的我 因为被探访塞琳娜老师的学员吵闹 整得无法安心休养 忍无可忍的我只好对着学员们提醒道 在医务室需要的是亲近 然而我的话才刚刚结束 探访我的学院却陆续到来 而且比起安静的佛罗拉 身后的爱丹他们人都没到 大嗓门却提前喊来 而除了他们几个歪 陆陆续续还来了不少学员 可爱的塞琳娜老师刚想表示自己已无大碍 然而这些家伙竟无视脆弱的塞琳娜 直勾勾地向我的方向走来 当我想着刚才对待塞琳娜老师是否太严格时 迟来的一个学院引起了我的注意 佛罗登布尔克 这小子看似是过来探病 但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才对吧 而对于我的质疑 他只说了句是自己搞错 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很显然这小子有了某种察觉 果不其然当我休息好走出医疗室时 这小子一直在路口等待着我 当我还假装与他不认识 他却肯定地说道 再见到我的第一眼 以为是自己搞错 可是当通过里奈得知 是我给予的无属性魔法书记后 他可以断然地确定我的身份 只因拥有无属性魔力人中 只有一个人有那种书 然而那个人过世后 也只有一个人替他保管了那本书 而这小子的下句话也语出惊人 你竟然如此厚脸皮地出现 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十年前的小屁海 居然长大到了这种程度 好久不见布尔克的小犬 那时还只是个小毛海 现在颇有贵族的风范 然而这小子却表现得更加警惕 回答我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要跟李奈走得那么近 你这个脸皮厚的家伙 杀了李奈母亲的杀人魔 难道现在要装作不知道吗 然而对于他的咄咄逼人 我却嗤之以鼻 真是搞笑 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个毛头小子做解释 因为那些只不过是过去 紧接着我提升气势 你不要搞错 我不是为了十二年前的事才来的学校 而且你自己也没有资格来问我什么 只因明知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你却熟视无睹 这样的你又有什么资格 如果你想查明真相那也随你 反正你也做不到 对于我的讽刺布尔克 却不敢做出任何反抗 然而他刚打算回到宿舍 却路途中见到了李奈 而还在气头上的他看到李奈的瞬间 就打算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盘说出 那就是一直以来信任和依赖的老师 其实是杀了你母亲 以及抹去你而是记忆的恶魔 可看到天真的眼神 自己却最终没能说出事实 从一开始就没有留下任何实证 而且传达不确定的真相 路德格说的那句话也没错 你与我又有什么区别 那个人早就确信我不会说出秘密 自己也承认 现在的他无法对路德格带来致命打击 但你最好也不要掉以轻心 随即他暗暗下定决心 因为沃尔堡的狼不会放弃咬猎物的机会 可此时的我却一脸头疼 原本打算在学院安静地度过一段时间 可现在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 而且通过汉斯的调查 塞尔伦学员还抓到了几名黎明慧语党 而对他们的主要审问人竟然是凯西 如果再这样下去 被发现身份是迟早的事情 好在通过此次事件解决掉了一个第一秩序 但也不能放松警惕 而这时汉斯突然表示自己要亲自过来一趟 因为道上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不久后与汉斯见面后 他才慢慢地讲述了细节 原本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人们行动有些可能 如果是之前我们项目一旦进展顺利 周边商会就会进行各种阻挠 然而从某一刻开始却不做任何方案 这种反常的举动法让汉斯觉得不对劲 而且通过他的判断 这些家伙的背后应该存在某个大型组织 而打听到的细节中 发现这个组织应该是银日 他们是统称SS 曾经是在地下活动的帮派 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 终于来到了地上 成为了企业化的黑手党集团 他们不仅介入工会获得收益 而且除了对外的事业 还积极地开展各项非法活动 甚至还会专门承接肮脏的委托 而汉斯召唤的老鼠们 目击了周围的商会们 一窝蜂进入了他们所在的建筑 听他这么一分析 这件事要是放任 不管确实会变成很大麻烦 然而当我提醒汉斯 再多加留意一些情报时 他却担忧地看着我 因为他从未见到过如此状态的我 甚至我的腿都在一直颤抖 这还不止 全身更是冒着冷汗 而通过他的提醒 我也知道了身体变化的原因 因为从昨天开始过于忙得晕头转向 所以我居然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说不定因为这件事 我的师傅或许察觉到了我的位置 而当我的不安产生的瞬间 某处阴暗的城堡内 身穿白衣的女人却从棺材中缓缓坐起 还甚人地说道 这是我的血液味道啊 我这个可恶的徒弟 逃跑的时候偷偷地抽走了我的血 你终于还是用了呢 被我培养成才的家伙 我还以为他不会有用到的机会 应该碰到了宁愿冒着被我发现 也不得不使用的事情了吧 这真是太有趣了 我终于有理由去外面转一转 我可爱的徒弟 你可要给我带来足够的乐趣啊 来了来了 好不容易击败夸吉莫多的路德格 本打算找个地方放松一下 不料身后却突然出现神秘之人 而此人的声音 竟是在之前记忆碎片中听到的声音 来人竟然是黑色林明慧的林志旭 原来他是感应到了夸吉莫多的消失 才特意来到的魔法庆典 好在他对于我的身份没有怀疑 但与他的从容不破不同 我的内心却坎坷不安 首先我无法确定 他是否知道干掉夸吉莫多的是我 但转念一想如果知道是我 他也没必要再问我情况 如此一来这家伙应该还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因此首先稳定住紧张的情绪 对不起林志旭大人 因为突然与您相见 所以一时紧张没能及时解释 其次是尽量表现低姿态 在得到他的认可后 我就编造了一些合理的故事 但当我说出第一志旭夸吉莫多消失的时候 林志旭显然有点情绪波动 在他认为我能知晓第一志旭身份应该有点意外 随即我接着解释到 夸吉莫多的灵魂是被废比乌斯所封印 然而林志旭却立刻提出质疑 在封印期间美拉达在做什么 还有费比乌斯据自己了解 应该没有那个实力 真是个敏锐的家伙 我的故事还没讲完竟说出一堆问题 所以我再次提升了自己的创造能力 当我以教师身份在塞尔伦外围巡逻时 偶然目击到了费比乌斯正在被追赶 我仔细一看 原来追赶他的是美拉达和夸吉莫多 在宴会厅的事件之前 美拉达曾向我求助过 而且我也在宴会厅见过夸吉莫多 所以这两人我一眼就能认出 之后担心美拉达仓促形势暴露黎明慧 所以我一直跟踪着他们 然而被逼到角落里的费比乌斯 在危难的最后关头 竟以自己灵魂为代价 对夸吉莫多进行了封印 面对意想不到的反击 夸吉莫多也束手无策 而与夸吉莫多相连的美拉达灵魂 也被封印一势吸走 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 之后我赶到现场时 美拉达的身体变回了塞琳娜 当我讲述完编造的故事时 灵秩序并没有露出怀疑的情绪 只是反问道 苏醒的塞琳娜是否有美拉达的记忆 这显然是想灭口的打算 好在我及时说出没有任何记忆 认为灵魂完全分割后 她也没有再多追究 而且在她认为也已经充分利用了她的能力 问题是因这次的事件 黎明慧的第一秩序缺了一个位置 而且还打算近期召开新的干部会议 这对我来说虽然是确认其他人的绝佳机会 但是我不知道会议在哪里召开 而且下一秒灵秩序居然跟我索要 之前存放在约翰多屋身上的东西 从对话的脉络来看 肯定是和干部会议有所相关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赌博的这种方式 但此刻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先向您道歉 因为我在来到塞尔伦的时候遇到了列车袭击 而我的一部分行李也在那时被弄丢 这种谎言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在我坎坷不安的情绪中 保持短暂沉默的灵秩序 最后只是淡淡叹了口气 随即留下一个小礼盒 竟再次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 但我的内心还有些许坎坷 不确定自己是否瞒过了他 然而这时校长从远处急忙赶来 是想把我带到急救市做一番检查 可当我打算站起身想表示感谢时 大脑突然一阵炫愈 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 之后不知过了多久 当我再次睁眼时 校长居然一直在一旁看护 随即打起精神的我 也给校长讲起了编造的故事 同时补充到前段时间宴会厅的事件 就是出自乌比费斯和乔安娜之手 然而听到这里校长却突然反问我 是否还记得万能石碎片的事情 因为他认为这两人和之前 抢走万能石的人有所联系 因为在我的描述中 费比乌斯在烧毁仓库时 还豪言这一切都是为了黑色黎明慧 但现在人正都不在 校长也没有其他办法 于是看我恢复得不错后 他也安心地离开 然而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观看我的口袋 好在那个东西没有被发现 表面看起来相互和蔼的两人 内心却各自塞满了无数个心眼 通过校长的表情 我虽然能判断他没有完全相信 但剩下的线索也没有其他 我只要和赛琳娜老师对好口径就行 现在我得观察 灵秩序留下的和夸吉莫多消失时出现的宝石 当我打开灵秩序给我的小盒子时 里面是一枚精致的戒指 内侧还镶嵌了魔法刻印 只要戴上戒指使用魔力就可以启动 从刻印形态看来 是让使用者的意识移动到特定梦境空间的魔法 他竟然将会议场所定在梦中 此等设想还真是缜密 夸吉莫多消失后第一秩序变为六人 如果顺利的话 通过这次的会议 我应该能掌握其余的人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的校长 离开急救室后竟然找来了另一个现场证人 也是我认为最麻烦的凯西 因为带有怀疑的校长 是想通过交叉验证确认路德格是否在说话 然而听到校长要求的凯西 居然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会尽力提供协助 但路德格切利西的真实身份是什么